第583章颇行 苏荣心神异行 其实 当初在得到消息的第一时间 他也觉得周顾太冒险了 虽然不冒险待在王兜 一触即发 也不见得安全 但如此冒险 也让人心下不踏实 南宫家势力清朝出洞 不是太子的暗装能抵得住的 而叶相府遭遇兵力追赌截杀 差点死在这山谷 也是无暇他顾 叶相府的势力 与刘安王的势力拼个不可开交 南宫家的势力 几乎可以碾压住 查找追踪 集中对付周顾 这样一来 周顾带着南楚王 东躲西藏 何等不易 尤其是南楚王多年来 浑浑噩噩 待清醒后 为他这个女儿绸缪时 在南宫家眼皮子底下 能用的人手 只能透过叶相府 培植的势力 大抵是可以忽略不计 能私下跟叶相瞒着人 养五万兵马 也是不容易了 苏荣柔眉心 没来南楚之前 我总以为 南楚王与叶相筹谋五年 总不至于太被动 注视没想到 若是他早知道 南楚是这个形式 在南宫在家 与刘安王势力的打压下 南宫家还找大卫太子元兆 借了五万精兵 几乎无还手之力 他也不该在大梁时 磨磨蹭蹭 慢慢悠悠来南楚 还有放走的韩颖 与四万大卫精兵 秦若道 这韩颖知道 您带着兵马来了南楚 应该很快就会查到 您的后方 还有大批兵马 如此一来 他怕是不敢再逃往南楚王东 应该会直接回大卫 那么 大卫太子元兆 也会得到消息 万一陈兵在南楚边境的 五十万兵马 攻入南楚呢 王女手里这三十万兵马 刚开南楚 还未适应南楚的气候与地貌 咱们怕是打不过 苏荣顿时坐直了身子 打了的机灵 秦若即便两日夜没睡 也依旧冷静与苏荣分析 王女踏入南楚 收服了三万兵马 如今又收服了十万兵马 加起来 共四十三万兵马 而王上与夜 相养了五万四兵 若是加起来 是四十八万兵马 这个数字 勉强也能与大卫的兵马抗衡 但南公家的势力 遍布南楚 刘安王与南楚宗室 势力也不可小视 大梁太子势力 已被铲除了个七七八八 南楚王上手里 是否还有底牌 咱们不得而知 您没听夜香提起 想必对比这三家 王上手里的可用的势力 并不多这样一来 若大卫攻入南楚 南公家与宗室大好配合 即便王女手里 有与之抗衡的兵马 但也恐怕难敌 苏荣静静听着 你说的对 即便有三十万兵马 若是算上大卫成兵的五十万 前景的确也不容乐观 苏荣叹气 救下夜相府 有这些兵马在手 我刚还觉得 南公家与刘安王不足为惧 如今真是被你一盆冷水泼行了 他看住 秦若夸他 泼得好 幸好带了你来 秦若没忍住 笑了 道 在下往后一声 前途细于王女 自然要为王女多思多虑 苏荣也笑了 那你说 咱们该怎么办 再找大梁借兵吗 恐怕不行了吧 哪有一介在急的 即便太子同意 皇帝估计也不会同意了 都急了三十万兵马了 再说他也不好意思开口了 一 给大梁太子传一封信 不借兵马 但请他再派二十万兵马 臣兵南楚边境 一旦大魏太子袁赵 敢带五十万兵马 打进南楚 就请大梁立即增援 二 超进路 激星军 想法子留下韩颖 与他逃跑的四万兵马三 据说南宫颖在王都留了五万兵马 也将这五万兵马弄到手 秦若显然是琢磨许久 如今跟苏荣分析完 一口气给他出了三个主意 好 苏荣机长 就这么办 他立刻拿出地形图 摊开在桌子上 与秦若一起看 咱们休整了一日 但韩颖的兵马 在逃出去后 也要休整休息 他见我一日又半夜没追去 以为我不会再追他了 兴许会放松警惕 以为我不会对他穷追猛打 这样一来 他在放松下来后 一定走不快 如今我们只要来商量一下 看看他带着那四万兵马 走哪条路 回大卫的必经之路在哪里 咱们抄近路追上去 便试了 这份地形图 不见得是最详细的南楚的地形地形 多山林山剑山路来谷 秦若道 王女不如将一二公子请来 她生在南楚 长在南楚 是地道道的南楚人 人多才有本事 兴许能给出一条 这地形图上不为所知的境路 苏荣觉得有理 他有地形图 韩颖也有 韩颖能被袁昭派来南楚 为以重任 自有一定本事 从见他来援救 当机立断 便下令撤退 便可见一斑 他立刻说 叶二公子受伤较重 你我去他的马车吧 就别让他过来了 秦若汉守王女体恤臣子 是臣子之姓这样的王女 将来也便能收服南楚一众朝臣 得人爱戴 苏荣收起地形图 吩咐人停车 与他一起下了马车 去往后方夜归雪的马车 夜归岩已醒来 正在夜归雪的马车内 与他一起说话 他醒来后 已拜见过苏荣 他不及夜归雪荣色好 但也不差多少 年长几岁 自有一种夜归雪身上 没有的凶掌气质 听人禀报苏荣有事 相伤兄弟二人立即指住话 马车停下 夜归雪伸手挑开车帘 看到苏荣与他身后站住的秦若 他还没见过秦若 但自从醒来后 却已听人提过他 朔王女身边 有一位公子姓秦 大梁前御史 终成秦园之子 如今军中诸事 都由他与凤陵一起处理 他当下便猜出了秦若身份 立刻说 王女 秦公子 请上车 苏荣点头 与秦若一起 上了夜归雪的马车 二人上车后 夜归岩起身拜见 苏荣拦住他 与二人介绍秦若 这是秦若 我离开大梁前 特意请到身边的秦公子 夜归雪宇 夜归岩立即又跟秦若建立 苏荣与秦若坐下后 便直接对夜归雪 开门见山 说明来意 第584章 兵分两路 夜归雪文言点头 当即从车厢里 拿出一张地形图 他将地形图摊开在苏荣面前 对他道 这张地形图 是几年前 我住人走遍了南楚山川地貌 所有地方 特意绘制的 与王女手中的地形图不同 这个更为详细 苏荣低头一瞅 顿时笑了 我们就知道 你这里应该有更详细的塔 当即问夜归雪 你觉得 韩尹若是带着四万兵马回大位 会走哪条路 咱们若是从最近的路 超近路赶到他前面 在必经之路拦截他 要走哪条路 才能拦截得住 夜归雪文言看住地形图 琢磨起来 夜归言也凑到镜前 跟住琢磨 苏荣与秦若也没闲着 同时研究这份 更详细的地形图 许久后 夜归雪指出 这两条路 韩尹都有可能会走 他具体走的是哪条 还真拿不准 但可以拿准的一点是 咱们可以在云碧山拦截他 云碧山离这里 足有一千两百里 是从这里通往大位的 必经之路 而还有一条路 不同于这两条路平坦 要攀岩走天险 难走得很 也很难找准方向 但路程会缩短三分之一 这条路 寻常不会有人走 也不在地形图上 韩尹不见得知道 即便知道 想必也不会走 王女若想超近路拦截他 这条路是最优选择 天险啊 那马车肯定难行了 苏蓉看了一眼 夜归雪与夜归岩身上的伤 当即说 你身边有人识得这条路吧 让他跟我走 如今十五万兵马 我给你留五万兵马 我带走十万兵马 你可以见机继续去王兜 也可以等等后方 我借的大批兵马 一起会合后再去王兜 夜归雪立即到 我跟王女你走 我的伤不打紧 我大哥可以留守军中 你能骑马攀山路吗 苏蓉觉得他不行 你会受不住的 别跟住折腾啊 我能受得住 夜归雪肯定到 有人给王女引路 倒是可以 但我不放心 由我跟住王女 若此路不通 也可再改路 随机应变 我总比王女 对男储了解得多 夜归岩在一旁说 王女 就带上二帝吧 有护卫与士兵在 若二帝受不住时 可以有人扶着他 更何况王女身边 还有兰芝姑娘 关键时候 可以医治苏蓉 本来还要反对 但见夜归岩也这样 说 再看看夜归雪 一脸坚决 便点头 行吧 夜归雪见他答应 露出笑容 苏蓉说 我去跟夜相和夫人 打声招呼 然后我们便兵分两路 他说完对夜归岩道 大公子放心 我将我的暗卫福州 给你留下 他会联络后方的 大匹兵马 夜归岩点头 好 王女也放心 苏蓉交代完 与秦若一起 下了夜归雪的马车 走在前面的夜相 马车已停下 夜相正探头往外看 见苏蓉 向他的马车走来 他问 王女 可出了什么事 苏蓉点头 有 一桩事 夜相方便吗 我上夜相车上说 还是夜相下车 王女请夜相 立即让出位置 苏蓉上了夜相马车 见他车内整洁 除了书册 还是书册 堆了大半个车厢 没见住夜夫人 他眨了一下眼睛 大体能了解 夜相的马车 大体是不方便 夫人一起休息 毕竟 夜相要办公 要见人 要来往传递信函 要人来往相见 夜相也解释 夫人不惜我车中拘束吵杂 自己一辆马车 方便他睡觉 苏蓉点头 坐下身 我来找夜相 是想跟夜相说一件事情 他将与秦若 与夜归学 夜归言商议的事情 跟夜相提 并论了一遍 夜相听完 福娥 感慨道 到底是年轻人 江山带有才人出 吴备老了 他感慨万千的说完 对苏蓉点头 王 与身边的秦公子说的是 连老夫也没及时想起来 大卫还在南楚边境 陈兵五十万 此等威胁 到底是个大威胁 不得不提前筹谋他 赞同道 王女去吧 你既留了福州通信 便放心 老陈会与归言商议 酌情而定 是否先赶回王东 还是等候后方 大批人马容后 再以苏蓉点头 多谢夜相 那我这便点兵启程了 好夜相汉手 于是 苏蓉下了马车 让人传令三军 大军暂停 容他点兵出发 半个时辰后 十万兵马点兵完毕 五万骑兵 五万步兵 碍于夜归雪 伤势严重 短途内的路程平坦 留了一辆马车给他乘坐 其余马车 多留在五万兵马的军中 苏蓉也骑马而行 兵分两路 很快 十万兵马便没了踪影 夜归言吩咐短暂休整后 上了夜相的马车 对夜相道 父亲 王女是一个十分果决的人 二弟没说错 她行事前翠利落 十分有决断 若非 行事前翠利落 又怎能于婚事上 也做得十分果决 夜相轻叹 她是一位好王女 将来也会是一位好君主 夜归言道 早先父亲还担心王 雨年少一冲动 姜儿女私情看得比江山还重 如今却不尽然 父亲总该放心了 夜相点头 是很放心了 传言到底是传言 关于苏蓉的传言 五花八门 而夜归雪从大梁回来后 凭她的一面之词 夜相恼怒之下 也有觉得多年筹谋 打算毁于一旦 住时让人气愤 心血不平下 到底是对苏蓉 有了偏见和不看好 如今经历生死大劫 被苏蓉及时救下 再看人言语谈吐 与行事手段 她已明白 百闻不如一见 她没见住人时 之前的看法 到底有失偏颇了 也是低估了这位王女 不愧是谢远 教导出来的姑娘 若她自幼 便被王上养在身边 怕事都不能教导得这么好 不是她贬低王上 实在是论遇人 曾经三元极地 名满天下的谢远 才是真正的大财之人 夜相琢磨道 咱们速速赶去王都 不能让南宫老贼 见识不妙 去与大魏投靠会合 最起码 得先阻住他 夜归眼点头 父亲言之有理 第五百八十五章好要 诚如苏蓉所料 寒影逃离一日 没见苏蓉派兵追上来 便放松了警惕 也不怪他放松警惕 其实是站在苏蓉的立场考虑 夜归雪兄弟都受了重伤 需要养伤 收服的兵马 需要收鞭修正 战后处理的事情有很多 而他手里有兵马 收拾南宫家更为要紧 对于他这个兵败者 在苏蓉看来 大抵是觉得不打紧的 他料准了苏蓉的心思 却不知道苏蓉身边 还有个秦若 他忽视的地方 秦若提醒了他 所以 他带着四万兵马 并没有日夜兼程急行军 虽然走得不慢 但绝对撑不上快 而在他不知道的计划里 苏蓉已经带了十万兵马 超近路去围堵他了 马车行了一日后 需要攀走狭窄的山道 只能骑马 马匹由士兵牵着 倒是能通行 隐悦将夜归雪放在马背上 系了他坐的车 兰芝手上有好药 夜归雪身上大大小小的伤口 在两日后 一结巴 兰芝悄悄跟苏蓉说 主子 没想到一二公子的身子骨底子 是真不错 虽有好药喂他 但他也真是紧折腾 除了在获救的当夜发过一次烧 兰芝一晚要喂下后 他退了烧 此后再没烧起来 苏蓉点头 他自小习武 武功高 底子自然是极好的 若非为了让暗卫带走他大哥分了心 调走自己身边的暗卫 不至于伤得这么重 兰芝点头 但夜二公子失血过多 脸还是很白的 这般难走的路 又是这么冷的天 您知道属下手里也没多少好药了 夜二公子身子骨底子再好 若没好药喂住 怕也撑不到地方就会病倒 普通药可没有咱们手里的药效好 万一这么折腾下来 没养好伤不说 还落下病根 苏蓉觉得兰芝担心的有道理 琢磨着吩咐 让凤铃派人出去 想法子逃弄些好药材来 在夜里扎营休息时 我给他治些药不能让他落下病根 兰芝点头 属下这就去找凤铃 大冬天的 要找药材十分不易 即便难处多山林茂密 地质盛产药材 但那也是春夏秋三季一采 冬季各处都被大雪覆盖 药材难寻 只能去个城镇周郡县的药铺 花高价买晒钱的药材 不过苏荣刚踏入南楚后 便与他在江宁俊阳的人联络上 银子不是问题 一日后 凤铃派出的人回来 只拎了一小袋 对苏荣告罪 主子 您那些古方上需要的好药材 实在难寻 即便咱们花高价 要曝却并不买账 属下打探了一番 才知道南楚药材商垄断药材 属下又没法晾出身份 怕您的具体位置与消息传出去 事情闹大 被那韩颖提前得到消息 知道咱们是去围堵他 属下等人只能暗中费了一番力气 也只弄到这么点 苏荣促美 适逢队伍修整 夜归雪有隐月辅助 就坐在苏荣不远处 正在与秦若说话 二人似乎很投脾气 言谈话语间 聊得很是投机 天文地理 金石子鸡 伯通古今 显而易见的能看到彼此欣赏 苏荣心想 这大概就是来自有才之人的惺惺相惜 夜归雪看到这边的动静 隐约听到了暗卫的话 他起身 走过来 对苏荣问 发生了什么事 可是难办 苏荣也不隐瞒他 你 有法子 能弄到一些好药材吗 什么样的好药材 夜归雪问 上等的特殊的好药材 苏荣示意暗卫 将药材的单子给叶二公子看看 暗卫立刻将苏荣烈的单子 拿给夜归雪 夜归雪看罢 这些药材 普通的药材铺不会有 而一般大的药材铺 确实不轻易让之外流 世家大族把控的整个南楚国 药材是一大利器 只需普通药材流通边境 互通贸易往来等等 上等的特殊的珍贵 难寻的好药 都有几大药材商垄断控价 其中南公家 业家居首 南楚国父 一大半的国库税收来源 也是仰仗药材 夜归雪喊来隐月 将药材单子递给他 你带着人亲自去 联络夜家暗庄 把这单子上的药材 他说道 一半 问苏荣 要多少 多多益善 苏荣看住他 想着是他不懂吗 若是早知道 就不让自己暗卫白折腾了 早该找他 这样的事 对夜归雪来说 他的人去比他的人去容易得多 还不会轻易暴露 夜归雪点头 对隐月接上话 但能拿出这些药材的药铺 有多少 尽量多拿下来 隐月应是 苏荣看住隐月离开 对夜归雪问 夜家的势力 惊此一遭 到如今 损失大吗 外面还在跟刘安王一派打着 嗯 夜归雪点头 损失不小 但刘安王一派的势力 也被咬下了一层皮 如今父亲与我和大哥腾出手来 已调动了夜家在整个南楚的暗庄势力 跟住一起找王上与周四公子的下落 希望能在南公家势力的清朝之下 王上与周四公子可以化险为遗俗 容汉手 我那亲爹他就没些自己的势力吗 除了那五万司兵 夜归雪摇头 我也不知 王上十六年没踏出王兜了 头十年 确实浑浑噩噩 连正事也不想理 后五年 除了身边的暗卫 很多事情 都假守父亲和我以及大哥 除非 除非什么 苏荣问 夜归雪道 除非 从先王处继承的 或者王上在做太子时培养的 说不好 苏荣点头 算了 担心也没用 他如今只联络上了江宁郡 跟住风月与婉娘来的人 但还没联络上风月与婉娘本人 还有谢伯伯 也没音讯他能做的 就是一边赶路 一边趁着休息制药 然后 尽快赶到云碧山 拦截寒影 收拾了他跟那四万大卫兵马 再说其他 夜归雪问 王女要这些特殊的上等药材做什么 苏荣看住他 你还记着我从大佛寺借出来的药书谷方吧 这些药 已被后患 第586章埋伏 夜家暗装势力 虽与刘安王一派势力斗得不可开交 还分出些人手来对付南公家 与茶掌南楚王与周谷 但对于夜归雪弄些上等的好药材这种事 办起来还是相对容易 毕竟 夜家本身就有自己的药材铺子 所以 两天后 尹月带着人弄回来了几大袋子上等难寻的好药材 数量可观 凤铃都惊了 这么多好药这么短的时间 厉害啊 尹月看了凤铃一眼 吐出两个字 简单 凤铃嘖嘖 行行行 我知道了 南楚是你的地盘 在你看来 弄这些事简单 他嘟囔 南楚的好药材 也太容易弄了吧 是不是遍地都是 他没忘了当初他 结想给姐夫制药随身携带 他可是带着人逃弄了十多天 尹月顿了一下 不是 这些都是药铺珍藏了几年的 这几年 极其珍贵的药材 几乎被采决了 所以 寻常人 才难买到这些好药材 凤铃点头 我就说嘛 若是稀缺的好药材 这么好弄 南楚得附成什么样子 尹月犹豫了一下 还是告知他 不过在南楚 有一片方圆百多里的杖毒林 绵延几座山脉 里面盛产药材 很多都是西式南巡的好药 但因常年迷雾 瘴气弥漫 毒蛇毒物盛行 一年四季失潮 冬季药材也生长不枯 但寻常人进不去 因为瘴气有毒 吸入肺腑撑不了多久 人就会没命 凤铃眼睛一亮 那片杖毒林在哪里 他以后有时间 可以带着人去采药 他有弊毒丹 肯定不怕杖毒 在灵水河 凤铃点头 表示记住了 等有时间 让我解多这些弊毒丹 我把好药都挖回来 别人怕杖毒 他可不怕 别人怕 毒蛇毒虫毒物 他也不怕 杖毒灵还有一个致命的点 就是常年迷雾 人进去 容易走失方向 走不出来 隐悦又到 这个也不是问题 凤铃恨不得现在就去 隐悦闭了嘴 有了药材 苏龙便趁住 赶路扎营休息的夜间 抓了凤铃 跟他一起制药 凤铃是有经验的 当初苏龙给周顾制药时 他也跟住一起 打了不少下手 但他自然不是一个 喜欢自己干活 让别人闲着的人 于是 这一回 他得知主要是为了 夜归学养伤 怕他撑不住到云碧山 他且才让人在这赶路期间 抽出时间 为他逃弄好药 辛苦制药 所以 他将尹月也拽了一起 还将兰芝也带不住 见秦若问需不需要 他也帮忙时 毫不客气地 将人也留下帮忙 反正 十多个药炉要罐子 要有人看住火候 人越多 越省力 当然 这要是个分配分量精准的细致活 他拉的这几个人 都算是细致人 很是得用 苏龙省心不守 觉得凤铃真是个人才会 会抓人使唤 夜归雪这时才得知 苏龙是为了他这般急着制药 他心下触动 对苏龙道谢 多谢王女 苏龙对他摆手 认真的说 你 将来可是我的辅政重臣 你的身体容不得落下半丝毛病 将来可是要在我的朝堂上 为我实力的 谢什么 夜归雪失效 好吧 那臣就不谢了 他是第一次称呼臣 不像是夜相 从初见面 便一口一个老臣 摆正自己的身份 苏龙眼睛眨了眨 顿时笑了 说了句型 算是应了他这句臣的称呼 于是 苏龙带着十万兵马 就在一边赶路 一边制药的繁忙日子里 穿越崇山峻岭 绕了无数山峰小道 来到了云碧山 因好要不断 夜归雪的伤 虽然没痊愈 但也没被折腾病倒 苏龙 秦若 夜归雪三人 在到云碧山后 立即命人打探消息 当得知在这之前 没有兵马路过此处 心下奇奇一松 三人立即制定埋伏方案 将十万兵马 分三路 乘三角包围之势 埋伏在云碧山半山傲 南楚地势地貌 造就许多地方都树木葱龙 就算在冬日里 顶住严寒 也有些植物 长得十分茂盛 便于藏人 将痕迹都受为隐藏后 苏龙便安心地等住 韩颖到来 韩颖倒也没让他久等 两日后 暗卫禀告 有兵马来到了云碧山 正是韩颖与那四万大位兵马 苏龙露出笑容 眯起眼睛 通令三军 全部绞杀 一个不留 战后 论功行赏 十万兵马 齐齐载一股进而 韩颖一路前行 自也安排了人前方探路 打探消息 但因苏龙与十万兵马 早来了两日 扫尾工作做得好 所以他派出的人 自然没打探出什么来 只说前方道路畅通 同样 韩颖也让人留意后方 一路上都无兵马追来 韩颖便放心得很 于是 他带着四万兵马 走进云碧山 是全无半私准备 这样一来 正中了苏龙十万兵马的埋伏地 当韩颖与四万兵马 都请军入问候 苏龙一声令下 漫山遍野传来弓弩声 喊沙声 韩颖面色大变 才知道中了埋伏 他当即命人撤退 但是已撤退不了了 后路也已被兵马堵死 山势往下扔 滚石如雷 剑雨如雨 十万兵马的杀器 如地狱修罗 蔓延整座云碧山 韩颖与兵马 如在瘟中 只能拼死杀敌 以求撕开一条口子 但那是不可能的 苏龙准备万全 与叶归雪秦若 制定的埋伏方案 无懈可击 更甚至他与叶归雪 秦若三人站在山顶上 都没下去跟住动手 指凤陵 尹月以及军中的副将们 带着人奋勇杀敌 杀大卫的人 他们很是能下得去手 并且 仇恨比杀气还要大 颇有爽快的快感 当然 韩颖只有四万兵马 被十万兵马碾压住 提前埋伏好的杀 这快感 对大梁与南楚的士兵来说 是无与伦比的 杀戮持续了整整一日 韩颖带着人突围 但这次 他没成功 被凤陵与尹月一起 带着大批暗卫挡住 最终凤陵本想跟抓河中一样 留个活口 但韩颖雪红住眼睛 回见自吻了 凤陵评价 倒是条汉子 第587章消息 随着韩颖自吻 云碧山一战落下了帷幕 秦若带着人打扫战场 处理战后事宜 凤陵问苏荣 姐韩颖的尸首怎么办 也要跟住这些大卫士兵 一起焚烧了吗 苏荣拈了一下手指 将韩颖的尸首留下来 装官派人送去南宫家 凤陵眼睛一亮 这事我会干 她当即命人 将韩颖的尸首装官 然后找了隐月合计 我姐是用韩颖的尸首 和这四万兵马 跟南宫家下战书 既然是下战书 那自然要提前派人 送去南宫家 就用你叶家的暗装 偷偷运往京城 隐月扭头看了眼叶归雪 见自家公子没意见 便点头 这事容易吗 凤陵又问 不会出差错吧 比弄好药材要难些 但也不是不能做隐月看住她 出了差错 应该也不是什么大事 顶多是韩颖的尸首 落在刘安王的人手里 这又不是大魏太子元兆的尸首 一个区区寒颖 给南宫家与刘安王 也大差不差 凤陵一想也是 痛快地说 行 那就这样办了 清理战场后 原地休整一日这一日 苏荣才有空 去关注外面的消息 也刚好封月有消息送来 说有了南楚王与周顾 张运三人的行踪 三人自出了南楚王 都前往大魏 走出千里后 便遭到了南宫颖派出的 南宫征清叶家 所有势力追杀 追出几千里 在灵水河 将三人逼入了杖独林 苏荣吸了一口气 想着杖独林不怕 这东西他有了解过 毕独丹 就能避免杖独入内府 而当初周顾 离开大梁京城时 他为周顾 制了两瓶碧毒丹 随身带着 啊 杖独林 凤林惊喜 扭头对尹月问 是你跟我说的 那个杖独林吗 是尹月点头 凤林对肃荣兴奋地说 姐 据说杖独林 常年气候潮湿 一年四季 动物不冬眠 植物随意长 那里面不止毒蛇 毒虫 各种毒物横行 珍贵的草药也无数 且都是年份久的 稀释好药 苏荣默默看住他 所以 你是觉得 他们进了杖独林 还有心思采药 凤林眨眨眼睛 有的吧 姐夫身上带着臂毒丹 不惧怕胀气 毒蛇毒物什么的 就他那武功 能进得了他的身吗 他为什么没有心思采药 苏荣掖住 凤林又说 您再想想 子夫是跟您一起 制过药的 您还给了他一册药书 他对于分辨药材 学识药理 就算不精通 也是了解几分的 遇到珍贵好药材 外面一株都难求 而他一下子就会碰到一大片 你说他会不会有心思采 他怕是会乐风吧 凤林以己夺人 觉得周顾就是这样的人 咽过拔毛 不会放过 更何况还是一群好验 苏荣 有道理 他轻吐了一口气 幸好我当初 为他治了些药随身携带 果然有了大用处 凤林连连点头 他也是见识到好药的得用处 福州受重伤 他姐受重伤 张茂受重伤 叶二公子受重伤等等 可都是用好药给保住命的 所以 他听到障毒灵 才这么兴奋 真是可遇不可求 他恨不得自己如今代替周顾 待在障毒灵里 好了 你也别兴奋了 如今他们有消息就好 苏荣想着他在云碧山 都能得到数千里地之外的消息 想必这消息应该是 十天半个月之前的消息 甚至更久之前 也许如今 他们早已出了障毒灵了 他转头问叶龟雪 障毒灵是不是比铃西灵 是 障毒灵距离到西灵 还有两百里叶龟雪道 苏荣若有所思 既然被南宫征逼入障毒灵 可见他们是不能往前走了 也无路可走了 他们本来想必是打算去西灵 但是路都被封死后 他们只能进障毒灵 出了障毒灵后 便是茂陵县 我记得好像也是南宫家的人 在茂陵县做官 叶龟雪点头 苏荣说 所以 他们到不了西灵 若不是一根筋往前走的话 只能折返 叶龟雪接话 顺着他的思路说 他们兴许会往大梁边境方向而来 苏荣眼睛一亮 立刻对凤灵吩咐 传信给风月和婉娘 让他们带着人准备接议 凤灵点头当即传信出去 为圣谢伯伯 还没消息了 苏荣道 没有消息 正名藏得好 大约是在暗中筹谋什么夜归雪道 苏荣点头 他也不信谢伯伯来了南楚 什么都不做 想必再策划什么大事 休整一日后 苏荣想前翠带着兵马往仗独陵方向走 能够接应到南楚王何周固 张运三人最好 接应不到 若他带着三十万兵马来了南楚的消息 传到南宫银耳朵里 惹得南宫家惊的亥然想离开王都 投靠大卫保存的话 他也能提前将智兰在大卫边境前 就跟蓝寒银与他这四万兵马一样 他就择一处必经之地 等待南宫银 苏荣愈发觉得有礼与夜归雪 秦若商议 两人纷纷点头 觉得此举甚好 尤其是夜香与夜归岩带着人前往南楚王都了 在他们后方 还有大批兵马也会赶往王都 这样一来 他们便不急着去王都 从必经之处等住 接南宫家的人也正好 于是 三人商议之下 十万兵马继续前行 前往陵水河方向 长长的一条陵水河 蔓延几十座山脉 其中的七环山 是南楚前往大卫边境的必经之地 自从与封月联络上后 每隔三日 封月便有消息传来 直到半个月后 封月说 她与婉娘带着人 跟在南宫家屁股后面找人 终于有了南楚王与周顾 张运三人的消息一好一坏 好消息是 她已与三人会合 三人完好无损 身边还跟住大批暗卫 有子叶带的暗卫 有张三公子刘颖带的暗卫 人手上都没太多损伤 保护良好 王上与叶二公子的暗卫 折去了三分之二 损失巨大 但好在竹子都保全了 有惊无险 坏消息是 刘安王竟有五万四兵 如今他们就在南宫家 三大公子带着人追杀下 以及刘安王这五万四兵 地毯式搜索下 无处可藏 请求竹子速速派兵支援 位置位于万刃山死亡谷 他们已被逼到了谷里 仗助地势险要躲躲藏藏 第五百八十八章被捆 风月送来的消息是三日前的消息 他们目前所处的地方 距离万刃山死亡谷有千里 苏龙当即对叶龟雪说 龟雪 你快看看地形图 可有通往万刃山最近的路 叶龟雪连忙打开地形图 看了片刻 对苏龙点头 有是有 但这条路 崇山峻岭 骑兵难行 不像他们为了堵截寒影 虽然也走的是一条最近的路 但至少马匹可以攀行而过 如今这里有一条路 中间要攀山过崖 山间沟壑 人走可以 但马匹不能走 这条路 若是走 预计几日能到 比普通的大路能快多少 苏龙问 两日便能到夜归雪道 但王女若是只带着骑兵走大路 两日也能到了苏龙盯住地形图 与她商议 若是步兵 走山路 骑兵走大路 兵分两路 如何 夜归雪汗手 这样把握些 总有一方能掀到 行 那就这样办 苏龙看住她 归雪 你与秦若一起 带着五万步兵 走山路可行 我与凤林带着五万骑兵 走大路 毕竟山路难寻 必须夜归雪引路 行夜归雪没意见 苏龙又看向秦若 我将兰芝给你 她会带着一部分暗卫 保护你们 秦若知道 事情紧急 点头 好 王女放心 于是 三人说定 当即兵分两路 前往万人山 死亡谷 同一时间 风月带着南楚王 周固 张运 以及暗卫们 正在死亡谷里 与南公家的杀手 躲迷藏 不是你突然出现杀了我 就是我突然出现杀了你 如绕迷宫一样 已经绕了好几日 这一日 风月白住脸 对周固说 四公子刘安王的五万四兵 包围了万人山 正在一寸寸搜山 我将消息给主子传过去了 但不知主子 什么时候能收到 兴许两天 兴许三天 他得到消息再赶来 兴许还要两三天 或者三五天 也说不定咱们 能撑得了这么久吗 撑不了这么久也 被称周固还算镇定 面无表情地盯住远山 如今最好来一场大雪 大雪封山 山路难行 刘安王那五万兵马 便进不来 张运看了一眼天色 叹气 无雪 南楚王在一旁 脸色难看极了 楚迁竟然也饲养了五万兵马 可真是狼子野心中 顾扭头看南楚王 似乎十分无语 岳父 您怎么混到了这个地步的 他没深入了解南楚情事之前 死活都没想到 南楚内处处是天坑 能将人埋死 南楚王奄奄 姑那些年都不想活了 但为了主动的基业 只能咬着牙撑着一口气 如行尸走肉 后来知道我还有一个女儿 才算活过这口气 只冷起来 五年能做什么 能做的事情太少了 在我不理事的那十年 南宫家是外妻 是大 叶相府都要退避三社 宗室一脉以刘安王有本事 是大 造成三足鼎立 这是制衡 我只求个朝局稳固就行 等我撑不过那口气死了 就在宗室选个子孙过继 至于我死后南楚如何 我也管不了了 周顾看住他 您身边就这些暗卫 瞧瞧咱们都快将整个南楚 从北到西 再到南如今又到东 给多了一圈了也没见着您的势力啊 只看到南宫家清朝出动追杀了 又看到了刘安王养的私兵五万 偏偏您在西岭的五万兵马弄不出来 用不上他真是憋屈死了 他如今都不知道该不该后悔 自己瞎拿主意 跑去王多偷王上 造成如今这九死一生的被动局面 真是刺激死他了 他祖父和太子若是知道他这么能耐 在南宫家重重天网下 还带着他岳父活蹦乱跳的蹦打 指不定该夸他多有出息呢 但是只有他自己心里知道 他都想哭了 从杖独林采了无数珍贵好要支撑的各种保命弯 也不能让他心里有底魂不怕了 五万兵马啊 他妈的 他若是只对付南宫家那些疯狗 他还是能对付得来的 但五万兵马的一寸寸封山搜索 他该怎么办 自挂东南枝 他不是舍不得新鲜出炉的岳父 是舍不得对苏龙舍不得的自己 哎 南楚王看住周固说 我在太子时培植的势力 都因真敏和亲大魏毁了 那时我派人去刺杀大魏皇帝 搅乱大魏王室 几乎都被折禁后来我父王驾崩 我即位 然后真敏惨死在大魏的消息传到南楚 我自此便不想活了 浑浑噩噩 还培植什么势力 得过一日算一日周 故意言难尽 这么说来 倒也可以理解 岳父 您也是不义 当年 真敏和亲大魏 制造大魏混乱 原来不是他一人之力 带着德瑞太子留给他的暗卫能做到的 原来南楚太子几乎清了他培植的所有势力 才造就了那场混乱 而真敏大约本来和亲大魏就没想活 但发现怀孕 才无奈于混乱下制造甲子脱身 能让他顺利脱身 瞒天过海 那必然是有人吸引了大魏王室内乱造成的火力 他想着 那时候大梁的陛下在做什么 他也是太子 大约在庆幸真敏答应和亲大魏 保住了他的王位吧 他对南楚王敬重了几分 坐着了身子 小声说怪不得宁横刀夺爱后还能夺得了岳母的心 南楚王 这话虽然不中听 但倒也是事实他不反驳 反正无论过去多少年 那一段历史天下人有目共睹 都知道真敏是他从谢远手里硬抢到手的 但也没能留住 被大魏要去和亲了 在家国天下面前 他的儿女私情似乎微不足道 这让他十分痛恨真敏的大义 也痛恨大梁皇帝的私心 所以 当听闻苏龙放弃夜归雪 而选择了周固时 以数月前来看 选周固于他回来夺位 真是没有一丝优势 但他还是选了他一边无奈又一边欣慰 他的女儿 到底留着他的血脉 若非当年真敏苦苦哀求 他也是死活都不答应放他和亲大魏的 他不在乎天下亲父 无论是大梁的 还是难处的 大魏要打 可以 多往死里打 大家一起死 但大梁皇帝冠冕堂皇 为这大义 苦苦哀求真敏 而他本又是个心中有大义的人 他能有什么办法 难道要他拿着匕首 真死在自己面前吗 被埋在历史尘埃里的过往 真是想起来 就让他心口疼痛 痛到窒息 难以喘气 周固见男楚王脸色变幻 不对劲 连忙将手按在他肩膀上 宽慰他 岳父 放心 天无绝人之路 小气已经来了 若是得到我们被困的消息 他一定会披心待跃来救我们的 咱们一定有法子 撑到他来救 第589章 见周固还有心情宽慰他 南楚王觉得苏蓉眼光是真不错 明明还是个少年 还差几岁才极惯的年纪 但形势稳妥 带着他折腾了这么久 还毫发无伤 不愧是大卫太子与太父 以及老护国公联手培养的人 便宜他了 他对周固道 虽然除了饲养五万兵马 在西岭外 孤梅培植自己的势力 因为时间太短 培植势力 再加上饲养兵马 只能选一个去做 免得贪多嚼不烂 哪里都做不好 以至于走漏风生 所以 顾选择与叶香饲养兵马 然后再扶持叶龟雪 令他成长 就是想集由叶相府势力 只要能让叶相府 能与南公家比肩 那就是成功了淡奈何 时间太短 短短五年 叶龟雪能在南公家的脚乱下 收服西京十万兵马 已是几乎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再多的 叶相府也疲于应付 毕竟南公家扎根太深 盘踞太久 在这片土地上 南公家要比南楚王 事早发迹 周顾点头 南楚王又说 不过 姑也不是什么都没做 安插了些人在南公家 也策反了些人 只不过 姑所做的这些 在南公家清朝出洞下 微不足道 杯水车薪 难以抵抗罢了 周顾叹气 伸手抱住南楚王 岳父 您也不容易 等咱们渡过这南关后 见着了小七 您就把南楚都扔给他 让他劳累 南楚王被他突然抱住 身子一僵 嘴角动了半响 猜讯他 你这孩子 突然抱我做什么 吓我一跳 把我吓死了 看你如何跟我女儿交代 周顾黑黑一笑 没人抱过您吗 看您僵硬的 我可不是吓您 是把我身上对小七的信任 云给您点 好让您振作起来 没什么大不了的 南楚王嘴角抽了抽 姜应说 不是扔给他 还有你 你以为我南楚的王夫 是那么好当的 你若是做不好 有多的是人 对你口诛比伐 拿你跟夜归学比 若是比不过 你一辈子 都得遭人嘲笑 周顾翻白眼 我肯定能做好 将来让人称赞我 南楚王被逗笑 行 你有志向 是好事 周顾本来还想再抱一会儿 但听到远处有草木动静 他低骂了一句 妈的 这么快又找来了 他拿起剑 对一旁一直默默地看住二人的张运说 老规矩 张运兄 我岳父交给你照顾 张运坐直身子 早已没了脾性 你只管去 一轮又一轮地打杀 一日又一日地躲藏 随着南公家大批的杀手 进入万刃山死人谷 周顾与张运身边的暗杀 接连倒下 子叶与刘颖受了重伤 风月身上也带了轻伤 周顾自然也受了伤 只有维尔两个好母好样的人 那就是一直被保护 没跟人动手的南楚王和张运 张运这一天 在新一轮杀机被解决后 问周顾 周兄 如今自风月传出消息后 又过了几日了 五日周顾看了他一眼 一边撕掉手臂上的衣裳 查看剑伤 一边说 你不会激情变差了吧 我就是跟你确定下 张运常探 真是度日如年 他见周顾胳膊上的伤口伤得深 主动包办给他包扎的活 上好了药粉后 右眼看着周顾拿出好药 从瓶子里倒了一颗吞下 他唏嘘 还是周兄你有先见之明 若当时没采这些好药 制成保命的药丸 咱们撑不住这么久 至少 暗卫们就能减少倒下的人手 周顾扬了一下眉梢 这世上就没有白做的无用功 他在张运包扎完后 抬了抬胳膊 眼看着天色渐渐黑沉 他微松一口气 我如今喜欢黑天 因为黑夜里 这万人山死人骨 更是黑得伸手不见五指 隐于躲藏 不像白天 无论躲哪 都很快就被人找到 痕迹藏都藏不住 一到了黑天 就是他们能找个地方 稍作喘息的时候 即便被那些疯狗举住 火把的找 也比白天难找得多 明天我来吧 你照看王上张运的 周顾瞥他一眼 得了吧 我就算伤了一个胳膊 也比你厉害 还是我吧 张运噎住 夜半 忽然四面八方 传来脚步声 十分紧促 似有很多人找了过来 周顾面色一变 疼得站起身 刘安王的人马 找到这里来了 张运脸也变了 我们该怎么办 周顾攥紧拳头 没吭声 张运也沉默了 如今还能怎么办 杀 怕拼杀不过 五万人马 车轮战 也会把他们杀得累死逃 逃不出去的 这里早就被兵马封了 就是一个祭坛 能进来人 出不去 风月这时走过来 被周顾说 四公子 还有一个法子 什么法子 周顾问 风月咬牙道 属下在万人山的半山腰 发现了一处石洞 里面能乘下十几人 您与张三公子 带着王上走 我们点火烧山 周顾 顿时惊住 不行 他们如今加起来 有暗卫数百人 只能乘十几个人的山洞 岂不是说 这数百暗卫 都得跟住一起被烧死 没别的办法了 风月道 比起全部都打杀而死 反而便宜了刘安王 是不是不如一起陪葬 他看住 周顾 我知道四公子不忍心 但是 您与王上 张运公子活着 才是最重要我们其余人 死也不怕周 顾依旧摇头 不行 我们再撑一下 定能等到小气来就 撑不住了风月道 还有几百步而已 只要杀起来 我们连走 怕是都走不了了 趁着现在 还能赶紧走 攀岩上半山腰 周顾摇头 语气坚决 不行 无论是我的暗卫 还是王上的暗卫 亦或者张运兄的暗卫 还有你们 小七自小省吃俭用 骗大夫人拿嫁妆银子 才将你们养了这么多年 不能就这么同归于尽 怕脸色清寒 冷力道 风月 打消你的念头 听我的 即便是打杀起来 血流尽流干 也不能放火自焚 一旦放火 这里山林茂盛 又是冬日 近来无血 钱造得很 都得死 风月有些急 四公子 成大事者 不拘小节 那也不行 周顾怒道 你又怎知 那山崖上的山洞安全 你可知 一旦放火 整座山都会烧起来 藏在半山腰山洞里面的人 就能安全吗 无论是被烟熏 还是被火烤 都能熏死 烤死 万一小气来了 他想救咱们 都束手无策风月 维言脸色一白 没想到这个 被害住 垂下头 是属下考虑不周了 第五百九十章不舍 周顾见风月听进去了 松了一口气 他伸手拍拍他肩膀 打起精神来 杀吧 看看领兵之人是谁 最好杀了他 或者擒住他 我们兴许还能有一丝希望 风月道 领兵的人可能是刘安王本人 周顾挑眉 我还以为是他的嫡子楚楚 风月道 不太想 行周顾回头道 张运兄 这回与往日都不一样了 你与岳父去风月说的那处山洞 先躲起来 躲不过 再杀 我想法子 杀出去 活捉刘安王这山谷里 草木 深深 不好放箭 免伤自己人 这些士兵们 应该也不会放箭 所以 他未必杀不出去 他眯起眼睛 又对风月道 你与子叶 护着我杀出去 曾经纪北军的敌营 他闯过两次 如今区区五万兵马 他就不信他做不到 走到刘安王面前 张运咬牙 心 如今还说什么冒险不冒险 危险不危险的 但有一点法子 都得使 否则 总不能等死 他吩咐刘颖 刘颖 你跟住四公子 誓死保护他 刘颖垂首 是 虽然他心向住自家公子 但也知道 如今周四公子 要去做更危险的事 他身边护着开路的人 必不能少 否则杀不到刘安王面前 他心许就倒下了 周固文言 看了张运一眼 倒霉反对 一摆手 压低声音 走 于是 周固 子叶 风月 刘颖等人 一起护着周固 带走了一半 暗卫寻找了一处 撕开口子 杀了过去 士兵们正在搜寻 听到一处传来 刀剑惨户和打杀声 顿时闻声而动 向这个方向涌了过来 张运不敢耽搁 带着南楚王 趁机向风月所说的 那处山洞奔去 五万士兵 放在千军万马里 不多 但放在这山谷里 实在是太多了 多到周固等人的剑 都杀软了 也不过是走出了半里地而已 半里地 还不够走出山谷 自然也见不到刘安王本人 黑压压的士兵 外围四下照的明亮的火把 火光几乎照亮了整座山谷 血腥气冲天 周固等人 哪怕武功好 轻功义不错 可以踩着人头冲杀 但却也抵不过 一眼望不到头的士兵 与士兵们 每个人手里的长鹰枪 这是一场碾压式的杀戮 周固等人 在五万兵马中 渺小得如蝼蚁 这与他两次 带着人偷袭入军营还不同 他的身边 没有凤灵那等 一脱手 就是一大片金针 死伤一片的助手 子也不会金针杀人 风月不会 刘盈也不会 暗卫们都不会 他们只有手中的剑 而周固 他也不会 他是制了些毒粉 但从杖毒凌出来 一路遭难公家的势力追杀 早就将手里的毒粉用完了 如今也只能靠他手里的双手剑 他想着 他也没力多少气了 怕到不了刘安王面前 他就杀不动了 苏蓉怎么还不来 求他快来 他不想死 也不想见不到他 他怕他死了 都死不瞠目 死得不甘心 他若是死了 他会不会只伤心一小段时间 便会把他给忘了 然后再重新去选叶龟雪 当他的王夫 他不要 他打死也不想他嫁给别人 叶龟雪也不行 谁都不行 脑子已杀到麻木与混乱 双手剑在他手里 他整个人机器一般地出着招 剑刺入人体 顿顿的声音 周围的血腥气 已不能让他更多厌恶几分 他就是想着 苏蓉赶紧来 反正他不想死 他畅想着跟他以后的未来 他那些自信 能够陪他一生的信念 都不能崩塌 否则 他去了黄泉 都得化成厉鬼爬到阳间来 夜夜缠着他 封月 紫叶惊叫一声 手里的剑丢出去 替封月挡住一出致命的杀招 但也正因此 只听扑斥一声 紫叶被人刺中了左胸 身子猛地一晃 封月脸色骇然地 从一个士兵身上抽出剑 奔到了紫叶身边 杀了一人 一把扶住他 紫叶 二人的声音惊醒了 麻木的周顾 他眼中又恢复清明 身子凌空而起 双手剑化成万千剑人杀器 须于 被他剑锋扫过之处 倒下了数十人 将这一片 腾出了一片空地 荣紫叶与风月得以喘息 刘颖一直呼在周顾身边 被周顾这一件惊艳 他想着在大量他闯入冀北军中时 似乎也用出了这样让人惊艳的双手剑 少年剑光如雪 挥手间 落下万千雪光 后来自家公子评价周顾时 捂住心口 说了一句能在这样的剑下不死 也足够我对自己说一句了不起了 的确 真是了不起 他想 今日就算死 他能与周四公子死在一起 好像也不亏 他念头刚闪过 又一连气的在心里呸呸呸了无数声 死个屁 他也不想死 在周顾的身体里 似乎又有了无穷的力量 双手剑将他周围三张方圆之地 都护得密不透风 只有他不停挥剑的身影 然后随着他层层剑光递出 面前便是接连倒下一片又一片的士兵 直到有人大喊一声 放剑 无论生死 给我射死他 士兵们文言在京剧的后退中惊醒 纷纷拉弓搭剑 剑士对准周固 都被他的剑挡开 刘安王 找死 周固飞身而起 顺着这出生的中年声音而去 哪怕身上中了一剑 也挡不住他的身世 但到底阁得有些远 士兵剑士又零零散散袭来 虽然有子叶 风月 刘颖带的暗卫们拼死相互 周固依旧靠近不了刘安王 他索性站稳身形 瞄准刘安王的方位 将手中的双手 剑用力地对住那处置了过去 然后 他又夺了最近一个士兵手中的弓箭 快速地拉弓搭剑 又补了一剑 阿的一声惨叫 刘安王在他身边护卫的相互下 躲过了周固之处的两剑 却没躲过周固这射出的一剑 周固剑的手 整个人气息一泻 身上被人砍了一刀 他身子晃了晃 在无反手余地时 子叶与刘颖 风月护着他 替他挡了刀剑 暗卫们陆续倒下 其他三人也眼看着要倒下 周固无奈 他也没半丝力气 索性放弃了反抗 第591章来救 杀 杀 杀刘安王 周固在闭眼之际 忽然听到了远处 传来震耳欲聋的喊杀声 一声 杀声震天 一句句在喊杀了刘安王 周固猛地睁眼 劈手夺过一名士兵 砍向他的大刀 然后杀了这名士兵 又夺了另外一名士兵的大刀 他手里的双手溅没了 临时来了力气 竟然使出了双手刀 然后 他轻喝 是小气来了 都给我振作起来 谁也不准死 子叶早已在护着周固时 倒在了地上 起不来了 刘颖也差不多的情形 唯有风月摇晃着 勉强还能站得稳 于是 他咬牙与周固一起杀面前的士兵 不准这些人 在进他们挤人的身 同时 他也明白了 四公子刚刚弃了双手剑 又用弓箭杀死的人 一定不是刘安王 否则 军心早乱了 如今那边没有动静 说明刘安王还活着 死的兴许是另有其人 不管是谁 主子来了 他们只要再咬牙撑一撑 就有救了 给我杀 杀死他们 还是那个声音 中气中透着心惊慌乱 就是刘安王没错 刘安王显然虽然有些慌乱京剧 竟然有兵马来救 竟然还高声喊住要杀他 但他咬紧牙关 把定主意 绝对不能在今日功亏一聩 一定要杀了周固 就是他 将王上从王都偷偷带出来 然后让他们足足有两个月杀不死 今日被他逼到这个山谷找到 一定要将他杀之后快 方能解恨 就算没见住王上 也要先杀了这个周固 面对士兵的不退反进 周固等人坚持不了多久 周固心中也清楚 他眼前一阵阵犯黑 但他依旧挺住杀主 他只有一个信念 等到苏荣 忽然 身边的压力顿时一松 一人替他挡开致命一刀 从后方扶住他 一缕熟悉的心香 钻进他口鼻 一下子四去除了周围的血腥气 世界似乎在这一刻安宁了 周固恍惚地转头 看到苏荣 本以为该从他前方 带着兵马出现的人 却从他身后突然冒了出来 他又惊又喜 猛地睁大眼睛 小气 嗓音干雅 久汗逢甘铃 苏荣点头 嗯 是我 他声音极轻 贴在他耳边 对不住 我来晚了 不晚周固摇头 苏荣看住周固全身是伤 血滴滴答答的流 脸色苍白至极 他不敢想象 若是他稍晚一步 等待他的会是什么 刚刚那致命的一刀 他瞧得清楚 他显然是躲不开的 他目光瞬间冷冽 看向前方 一手扶住他手臂 一手扬起 手中的金针脱手飞出 一片金光中 前方围着的士兵 瞬间倒下了数十人 紧接住 他清冷的声音 透着浓得化不开的杀意 凤铃 我要刘安王活着 活着让他千刀万剁 不能就这么死了 便宜了他 是 解凤铃的声音 从身后响起 身影修地飞了出去 直奔刘安王方向 随着凤铃到来 一大批暗卫 也紧跟着 而前方 大梁的骑兵 也杀了进来 大刀 长枪与铁蹄 杀死 刺死 踏死一个个 刘安王的士兵 刘安王没想到 救兵杀进来得这么快 他可是有五万兵马 五万兵马 还挡不住半个时辰吗 事实是 真没有挡住 刘安王眼看大事不好 慌得不行 立即下令 撤 撤 快撤 但是已经太晚了 他错过了最佳撤兵的时机 到了现在不可能让他撤兵 尤其是他本人 不可能让他离开 凤铃带着的暗卫 蜂拥而上 在一片混乱中 将剑架在了刘安王的脖子上 杀气腾腾地说 兜住手 将者不杀 否则 格杀勿论所谓 擒贼先擒王 自古以来 便十分有道理 刘安王的士兵 剑王爷都被擒了 跑也跑不掉 纷纷停止了打杀 刘安王下的脸色骇白 却一句话也不敢再吭声 这一刻 他想起了他的身份 他是南楚刘安王 他姓楚 是南楚王的族兄 是苏龙的族伯 就算他被秦 看在姓楚的份上 王上也能饶过他的把 绑起来凤铃 将刘安王丢给身后的暗卫 暗卫立刻用绳索 将刘安王绑了个岩世 随着刘安王 背负他手下的士兵投降 战事以最快的速度窒息 苏龙自一把金针后 再没出手 一手扶住周顾 一手伸手入怀 逃出一瓶药 到了三四颗 往周顾的嘴里塞 周顾张嘴吞咽下 对他说 一次要吃这么多吗 我每次都吃一颗 你伤得太重 苏龙道 周顾嘟囔 要在你手里 跟不要钱似的 苏龙笑 我带你去找个地方 去包扎智商周 顾问了一声 紫叶他们 都交给凤铃 他会救治他们苏龙道 周顾点头 好 到处都是横七竖八的尸体 苏龙伸手将周顾 扛在他肩背上 半背半扛住 他迈过地上的死尸 周顾晕晕乎乎 你哪里来这么大的力气 能扛得动我一个大男人 我很重的 他真怕将他瘦弱的肩膀 给压扁了 苏龙回他 小看我 瘦怎么了 可不会没力气 饭也不比他少吃多少 凤铃绑了刘安王 命案为将人看死 并吩咐几名副将 收服刘安王的兵马 交代好后 他折回来 分别找到紫叶 刘颖 封月三人 紫叶早先替封月挡了一刀 又跟住户着周顾 拼杀许久 如今早已倒在了地上 昏迷不醒 刘颖也倒在他不远处 不过没昏迷 就是受伤太重 伤了腿 没力气爬起来了 封月则是靠着地上的 一具尸体扮植 面上是劫后余生的庆幸 凤铃先探了紫叶鼻息 松了一口气 立即掏出药瓶 给他塞了好几颗药 然后又将要分别喂给刘颖 封月以及倒在地上 但凡有一口气 或者受伤 或轻或重的暗卫们 顾本还原单 他身上带了几瓶 很快就消耗光了 将活着的暗卫们 轻点了一番后 他重重地叹了口气 损失真大 第592章昏迷 周四公子的暗卫 他离京时 凤铃记住他带了数百人 他自己的 国公夫人找清和崔家界的 统公就剩了几十人 无疑不是子叶那种 只剩了一口气重伤的 张三公子的暗卫 自大梁边境 离开来南楚时 也有两三百人 包括刘颖在内 也差不多只剩了几十个数 封月带来的人 大约是找到他们 加入战局要晚一些 但也剩了不足百人 且一大半 还都只剩一口气的那种 若不是他姐在半途 种为了叶二公子制药 而叶二公子身边的 尹月也给力 一下子弄了那么多 珍贵好药材 让他解决的 顾本还原丹最为有用 几乎大半都剩了这个药 储备量充足 否则没好要救命 怕是这些 只剩下一口气的人 都救不回来 都得死 如今幸好 这些人都能救 顾本还原丹 只要还没见阎王 就能将人从鬼门关 拖曳回来 收边士兵 清扫战场 登记入册 救治伤员 等等诛事 让凤林忙了的团团转 周顾受伤太重 即便苏龙一下子 为了他几颗药 依旧在苏龙将他带到 一块前进的地方时 已撑不住 昏死了过去 他其实一点也不想晕 他想跟苏龙说话 说什么都好 反正有很多话要说 他还想抱抱苏龙 但他胳膊都已抬不起来 头脑昏沉 眼皮越来越重 最终敏上 苏龙将周顾找了块空地放下 看住晕死过去的他 心疼开始解开他的外衣 给他处理伤口 衣服这一解开不要紧 他清楚地看到了 周顾身上大大小小的伤 多达几十处 重刀伤两处 剑伤一处 幸好都不致命 但失血过多 他深吸一口气 吩咐暗卫将药箱拿来 兰芝梅跟他一起 另有一名暗卫必清 也晒医术 提着药箱 守在一旁 举着火把 给苏龙打下手 苏龙用酒 将周顾全身伤口 清洗消毒 将剑用内力给他拔除 然后撒上上好的金疮药 为他包扎后 又觉得不放心 从怀中掏出一堆药瓶 挑挑拣拣 又给他选了一种 补血护心的药 喂了两颗 将周顾身上的伤 亲手处理后 苏龙才用袖子擦了擦脸 松了一口气 挨着他坐在一旁 碧青建议 主子 将四公子安置去营帐里吧 凤林公子已吩咐 在谷外安营扎寨 苏龙点头 让人将四公子 用担架抬出送去营帐 我去看看我那亲爹和张玉 他们也受伤不清 就下他们后 我未曾管他们 碧青英氏 立即喊来两人 连忙吩咐了下去 两名暗卫将周顾抬走后 苏龙站起身 碧青提着药箱 跟在他身后 二人去找南楚王 自周顾带着人离开 说要杀刘安王后 张运带着人护着南楚王 向风月说的那处半山腰的山洞走 但刚走不远 便遇到了搜寻的士兵 和南公家的杀手 同样是一番恶战后 张运发现 根本逃脱不了 连南楚王都拿着刀动手了 二人身边的护卫 也是一个个的倒下 到了最后 南楚王与张运也受了重伤 张运挡在南楚王面前 都绝望了 就在张运觉得 今日他与南楚王必死无疑时 苏龙与凤灵带着大批暗卫 从万任山的山崖上下来 潜入了死亡谷 来得及时 救下了南楚王与他 苏龙救人后 都来不及跟二人说一句话 只交代凤灵 你断后 安排人护着他们 给他们智商 我去找周顾 他说完 人救 急匆匆走了 凤灵掏出一堆药瓶 塞给张运 三公子 你知道该吃什么药的 这药瓶上面都有标记 我留下人手给你 张运劫后余生 连忙接过药 点头 好 你去吧 于是 凤灵留下的些人手 追着苏龙而去 一边走一边祈祷 姐夫千万撑住 可别出事 否则他姐这一辈子 怕是都要孤单寡人了 这一路 他们骑快马即行军 但因走的是大路 没掩藏踪迹 遭遇了南宫家少数 在各军县少数兵马的阻拦 虽这阻拦拦不住 苏龙与五万骑兵 但注视耽误时间 今夜 他们紧赶慢赶来到这万刃山 一来到 就听到里面的打杀声 苏龙料到 这般从死亡谷入口 怕是不好攻进去 以免里面的人撑不住 他索性让副将带着人 从正面攻打 而自己与凤灵 带着大批暗卫 从万刃山的山崖上 直接潜入死亡谷 万刃山的山崖 必认南潘 但这确实是苏龙能想到的 最快绕开 刘安王堵在谷口的兵马 尽快进去 找到周顾等人的最好法子 果然 他情急之下 做出的决定是对的 他因南宫家零散 势力抚兵阻挠下 比预计晚来的半日 但就是这半日 让他心急如焚 如今也是就差那么一点 他但凡再晚那么一点 不止失去亲爹 也失去周顾了 还有张蕴 这个没用 他如何费尽心思说服 便相信他选择 他投靠他的人 也会折命于此 他真是恨死刘安王了 一定要把他千万万挂 凤林留下人离开后 暗卫们护着南楚王与张蕴 让两人得以喘息 张蕴救助火把的亮光 开始费力地 辨识药瓶上的字迹 找到顾本还原单后 他一连倒出了几颗 给南楚王递了两颗 自己塞嘴里两颗 南楚王整个人呆呆正正的 那 刚刚那是 那是 你的女儿 王女 苏荣 张蕴的 南楚王点点头 好伴上 神情又悲又喜 嘴角不停地抖动 他很像真敏 张蕴点头 早就听人传 说苏七小姐 很像当年的真敏郡主 南楚王捂住心口 孤以为 孤以为至死 怕是都见不住他了 没想到 上天待孤不薄 张蕴点头 真是不薄 连他也以为 要死了 没救了 他方才都没功夫可怜自己 到底对于投靠苏龙后 不后悔 如今算是知道了 死也不后悔 周顾会没事的吧 南楚王想起周顾 呼得站了起来 他可不能有事挨诱 王上 您慢点儿 您不想长命百岁了 张蕴连忙拉住南楚王 周兄武功高 咱们都能撑到这时候 他一定能撑到王女找到他 您受伤这么重 可千万别乱动啊 南楚王文言静下些心 听劝地点点头 第593章 妇女相认 苏龙提着药箱找来时 便见南楚王与张蕴 俩人靠在一块 被封的石头上歇住 俩人身前 有几个暗卫正在忙活着 给跟在南楚王与张蕴身边 受了重伤 还活着的少数暗卫 为要包扎救治 见苏龙走来 南楚王两眼露出激动的神色 几乎热泪盈眶 张蕴喊了一声王女 撑着的要站起身见礼 苏龙对他摆手 你坐着 不必多礼 他站在南楚王面前 一步远的距离 盯住他看 方才就他与张蕴时 根本无心情 仔细打量他这个亲生父亲 只匆匆扫了一眼 因为惦记住周顾 便急着走了 如今再回来 算是仔细看清了他的模样 南楚王并不苍老 甚至从表面上看 可以说乔柱很年轻 容貌自然是不错的 自从被逼入这万刃山死亡谷 知道掩藏身份 易容也没什么用后 南楚王与周顾就不在易容了 如今是他本来的样貌 可以看出 年轻时的南楚王 应是俊美绝伦的他觉得 他这个亲爹 在年轻时 应该比谢远的容貌 更呈上衣 愁 因为据传言 天下人人称颂谢远之才 却从没大赞其貌 但南楚王不同 曾有人大赞过其貌 说南楚太子 俊严无双 苏荣看住南楚王 南楚王也激动地看住苏荣 对比来自亲爹的激动之情 苏荣这个小辈 要比他平静得多 以至于让南楚王一腔热血 沸腾了心 片刻后 在他平静的眸光的注视下 也渐渐冷却下来 他嘴角涅如 想开口 半天 话到嘴边都没说出来 苏荣瞧住他 开口说 我叫苏荣 南楚王声音发哑 我 我知道 苏荣笑 我姓苏 我不太想改姓 南楚王这回说话顺畅了 果断道 那就不改 苏荣又说 我也不太想改名字 从小到大 都用习惯了 南楚王立刻说 那就不改 苏荣满意 将来我与周固有孩子 可以有一个姓楚 南楚王点头 好 随你们 苏荣问他 你是喜欢我喊你爹 还是喊你父亲 还是喊你父王 南楚王又激动起来 你 你想喊什么 就喊什么 苏荣点头 那就人后喊爹 人前我喊你父王 我的父亲永远是苏续 好好南楚王点头 他一点意见都没有 苏荣看住他道 小时候我娘有一次口误 说你这性子 可真像你爹 执拗得很 那是我心里浮现说 我才不像父亲 他那个人最是耳根子软 招令膝盖的 我才不呢 后来我娘沉默得很 半日没再说一句话 小时候我不懂 后来他离去后 我渐渐长大 晓得了些事 才渐渐明白了 他那时说的我爹 应该是我亲爹 不是父亲 但也就那一回 后来他再没口误过 南楚王一下子落下泪来 他用袖子挡住脸 心里一下子难受的不行 但又怕苏蓉嫌弃他一把年纪了 还爱哭 苏蓉见他如此 倒是笑了 我娘应该是在心里 一直念着你的 我名字里的荣字 应是取你字的谐音 南楚王哽咽 苏蓉有点嫌弃 也不知你哪里好了 竟然让我娘一直放不下 以至于谢伯伯终生畏惧 南楚王一顿 苏蓉又说 你好好活着 我长这么大 你没养过我一日 往后你多养我几年 最起码 不能比我父亲养我的时间短吧 否则你觉得你这个亲爹像话吗 我父亲养我到吉基 十五年 你也就这个数吧 从今日起 你就冲着这个数往后活 你也别急着去找我娘 她没准早就投胎了 等你陪我十五年后 你想再去找她 我也没意见 南楚王 这 不是她看不起自己 她真能再撑十五年吗 怎么 苏蓉看住她 你不想养我 难道只想将你这破男楚 甩给我 然后拍拍屁股 自己轻轻松松一走了之 南楚王落下袖子 哭是哭不出来了 尴尬地说 那倒没有 没有就好苏蓉道 反正你记得我的话 否则你死后 我不让你跟我娘合葬 南楚王 哎呀 逆女 心里这样想 但她不敢这样骂出来 直欲哭无泪地看住苏蓉 那 那个 我 我尽量吧 她要尽父亲的责任 好像也择无旁贷 苏蓉点头 见她与张玉商的都没有周顾严重 周顾都昏迷了 他们至少还能撑着聊天 她带来的药箱显然也没用上 因为暗卫们都会些简单的包扎 显然二人在她找来之前 已被暗卫包扎诊治过 她说 走吧 这谷里没法呆 冲天的血腥气 已在谷外安营扎寨 先过去歇着 南楚王连连点头 于是 由人弄来担架 南楚王与张玉没法走路 都由人抬住 向谷外的军营走去 苏蓉走在张玉身边 看住她 你与周顾 实在是太冒险了 怎么就想到了 去南楚王宫偷人 张玉嘴角抽了抽 深觉这偷人实在 是不呀 但好像也没说错 她无奈道 我们也没想到 南宫家的势力 深到这个地步 更没想到 南宫征小小年纪 名声不鲜 却厉害了 还有刘安王 他竟然饲养了五万兵马 这我们来了南楚这么久 也没得到消息啊 苏蓉想想也是 倒也不怪你们 她说 就连夜归雪 怕是都没想到 你们离京后 会这么难得无路可走 而她与夜相府一家 也差点被韩颖与河中 联手带着兵马围剿杀进 幸好我带着兵马进了南楚后 派人打听 得知他被南宫家的兵马截杀 带兵去救 才救了他们一家 你救了夜相一家 南楚王听着两人说话 文言问 嗯 救了他们一家 夜相对我敬忠得很 见了我后 给我行了好大一个礼 苏蓉道 南楚王乐呵了 他 你救了他全家 有再大的不满 都没了 他那个人 只要你让他服气 他就会敬重你 扶持你苏蓉 点头 看出来了 夜相人还是很不错的 第594章 眼光好 没踏入南楚之前 苏蓉想过夜相会 对他该有个什么态度 一定不是多欣喜的 毕竟他没选夜归雪 就算支持他 也是被逼无奈 不情愿地 淡救了夜相一家 见着人后 有了救命大恩 这别的态度 除了恭敬外 就再不会有了 只会一心扶持他 他觉得 其实 某些时候 他还是有点 气韵在身的 就连走在路上 他心急如焚 恨不得插持 飞到万刃山来时 凤林见他 整日脸色阴沉 筑籍上火 若不是怕自己 只带着暗卫们 对付不了刘安王 恨不得将五万骑兵 都甩开 他趁着让兵马休息时 便劝他说 姐 你不觉得你的人生 就像那市井里 卖的画本子吗 他不解 问他 怎么我的人生 就像画本子了 他的人生 可不是给人看乐呵的 凤林道 你的身份 可是男储王女 霍国公的周小公子 是你喜欢的人 你们本来到不同 不相为谋 但偏偏因为彼此喜欢 想排除万难在一起 这就相当于 画本子上的男女主角 经过重重难关 人性考验等等 最终 肯定是一个圆满结局 所以 我觉得您啊 大可不必太担心 苏蓉当时都沉默了 他 还能说什么 这话真是宽慰到人心里去 他打起精神 那就挤你急言了 但愿上天 有好生之德 那是一定的 凤林胡住一通后 也没底 心里暗暗 祈祷千百遍 毕竟画本子上的男女主角 也有悲情的 不全是圆满大结局 但他真是宁可折寿十年 也希望他姐能求个圆满 南楚王问起夜香 雨夜归雪 那他们人呢 怎么没建筑 苏蓉道 本来我们兵分两路 他带着五万步兵超近路 我带着五万骑兵走大道 我昨天收到传信 他们被南宫颖的五万兵马 劫在了半路上 南宫颖这个老东西 他们被劫在了哪里 南楚王问 劫在了距离这里两百里的凤鸣岭 看来是南宫颖怕楚千 带着五万兵马杀不了我们 得了消息 自己也带着兵马来了 南楚王道 嗯 应是这个意思 但正巧 被夜归雪给遇上了 苏蓉也觉得好巧不巧 幸好凑巧 可能是上天听到了他的祈祷 一定保佑周固 与他亲爹无事吧 否则若是不凑巧 这死亡谷除了 刘安王五万兵马外 再加上南宫颖五万兵马 前后淡分错开些时候 哪一步行差就错 他营就不及 他们都必死无疑 绝无活路 他吸了一口气 又想周固了 恨不得赶紧走到营帐 就去守着他 南楚王躺在担架上 扫到穿住大梁铠甲的士兵 忽然说 这些都是你从大梁带来的士兵 啊 对苏蓉转头对他亲爹道 我从大梁陛下与太子手里 借兵三十万 五年后还 南楚王早已从封月口中知道这个消息 但亲口听到他说 还是心中震动 你是怎么借出这么多兵马的 张运也很想知道 他本来以为 他也就从大梁带来个十万八万的兵马吧 这也不算是小数目了 没想到 竟然三十万 那可是三十万 这还要谢谢张萍 也就是他父亲苏蓉瞅了张运一眼 当初他私养兵马三十五万 这个数目是在朝堂律里之外的 他暴毙后 鸡北军投降归顺朝堂 多出这些兵马 大梁养不起 老护国公便给我出主意 让我找朝堂借兵三十万 南楚王嗨了好几声 老护国公 原来是老护国公给你出了主意 他感慨 是为了他孙子吧 是吧 苏蓉提起周固 面带笑意 老国公不想让人小瞧他孙子 您给我培养的叶龟血 身后有偌大的叶相府 但周固随我来难处 他有什么 身边带的暗卫是有数的 以防被人说 他这个王夫无用 老护国公为了给孙子增加筹码和底气 便给我出了这个主意 当然 他这个主意 也不全是为了孙子 也是为了大梁 为了我 毕竟 大梁国库空虚 而我正需要兵马保证安全 和铲除南宫家与刘安王 这样一来 大梁借我兵马 我为大梁养兵 正是双赢 何乐而不为 真是妙得很难楚王佩服 不愧是老国公 嗯 反正我是没想到 苏蓉是真没想到 他心智在聪慧 也不敢想带走大梁三十万兵马 对比老护国公吃的盐 他还是年轻 吃的盐少 周顾不错 你眼光好得很 男楚王夸周顾 这一路来 他看得分明 除了今日外 他将他护得分毫未伤 今日已是山穷水尽没办法了 他才迫于无奈与人动手 受了伤 昨日 他还抱着他说 有点后悔 早知道刘安王还有五万兵马 这个大杀器 他就不该带他出王宫 他觉得愧疚 没保护好他 但却不想想自己 对比他这个亲爹 他觉得 若是失去周顾 苏蓉才更会痛不欲生吧 毕竟亲爹还没见着 没什么感情 而这个少年 可是他放在心坎里 喜欢极了的人 苏蓉笑 那是自然 我的眼光自然是好 他半分也不含蓄 他是我认定的人 会是我的丈夫 您唯一的女婿 您以后对他好点 就跟对我一样就成 你放心 一个女婿半个儿 掰得了一个儿子 我这个做爹的 自然会对他好 对你们俩好 男楚王保证 苏蓉满意 行 你不糊涂就好 男楚王 他也不敢糊涂啊 说话间 一行人来到营帐前 凤铃见了 走过来 伸手一指 姐 您的营帐在那里 姐夫已送过去了 苏蓉点头 行 他也不再管男楚王 匆匆去了自己的营帐 男楚王没啥意见 周顾平安无事就好 他女儿虽然没给他一个拥抱 他也没敢抱女儿 但女儿认了他这个爹 又跟他说了许多不见外的话 他心里也一样高兴 第595章照顾 苏蓉回了自己的营帐 便见周顾被安置在大床上 依旧昏睡住 他来到床前 伸手给他把脉 手腕有些烫 怕是要高热的征兆 他当即对外喊 凤铃 姐凤铃应了一声 苏蓉问他 可让人熬了退烧药 熬住呢 架了大锅 受重伤的人多 怕是都要发热 有人发热 便给灌一碗凤铃自虚想的周到 苏蓉点头行 凤铃探头问 姐夫不会发热了吧 优点 凤铃明白了 半个时辰后 我让人送要来 行 苏蓉摆手 凤铃缩回了脑袋 对碧青吩咐 姐夫这里有姐照顾 你负责照顾王上 或张三公子 一旦发热 便为下退热药 置于紫叶 风月 刘莹等人那里 有暗卫照顾 碧青点头 南楚王与张运 住进各自的营帐后 放松下来 也累得很快就昏睡了过去 凤铃交代完 又自去忙了这时候 他分外的想念宁泽与秦若 宁泽十分有潜力 处理起战后事宜来 事无巨细 都不用他跑前跑后的操心 后来有秦若 也同样 秦若比宁泽做得更周全 也更有头脑 除了战后诸多事宜 还会帮他姐 想好下一步决策 如今这俩人都不在 这些事情 只能都他废脑子做 刘安王的五万兵马 损失了五千 很难想象 周固等人竟然杀了五千人 剑都杀得卷刃了 果然树木也惊人 刘安王被俘 兵马归顺 有那等居心叵测之人 已被凤铃处置 很快 四万五千兵马都被收编 归入苏龙带来的五万兵马的队伍 除了暗卫折损过众 外勤了刘安王 缴获归降了四万五千兵马 算是最大的收获 南宫家的暗卫杀手 在与周固等人 与死人谷里兜圈子时 便折损了不少 后来刘安王五万兵马围剿 南宫家的暗杀们 便集中去杀南楚王 本以为能得手 但没想到 苏龙从万刃山的山崖上 带着人攀折而下 他带来的大批暗卫 解救了南楚王与张运的同时 又与南宫家的人杀起来 南宫家剩下的人 眼看情势不对 趁苏龙无暇反击时 便不甘心地撤了 苏龙将所有事情 交给凤灵 自己只一心守着周固 周固脸色苍白 湿血过多 即便昏睡住 眉头依然猝住 而且整个人 轻瘦了一圈 可见自踏入南楚以来 日子过得住时朝不保夕 他都是为了他 苏龙用手打湿帕子 为周固擦了脸 脖梗 手 将血污都擦前进后 又为他换了一身 前进的衣裳 忙活完 果然他已发起了高热 凤灵掐着时辰送来药 苏龙用勺子喂他 他闭着嘴部张开 苏龙低头轻了轻他 轻声哄他 乖乖喝药 赶紧醒来 我想跟你说话 似乎是听到了他的声音 这哄人的话 果然闯进了他昏睡的意识里 见了笑 周固紧促的眉头舒展开 嘴巴也不紧紧闭着 微微张开 让苏龙顺利地将药灌了进去 苏龙心想 话本子上说的一口毒药 都是骗人的吧 周固喝药就没有那么费劲 好哄得很 药也好味得很 一晚要下肚 苏龙便守在床边陪着周固 不时地喂他额头 脖梗以冷敷降温 周固整个人都烧成了火炭 本来苍白的脸 烧得红红的 苏龙发现 他每逢烧起来 都很难退热 即便这鼓方对他管用 但他也足足烧了两个时辰 才渐渐发了汗 热度往下退 苏龙松了一口气 又将他湿透的衣衫换下 将本来包扎好 又被他汗水浸湿的伤口 重新清洗上药包扎 足足折腾了一夜 天快亮时 周固才面上不红了 体温恢复正常 而苏龙也累得筋疲力尽 挨着他躺下 闭上眼睛 沾枕睡去 所以 周固醒来时 便看到了挨住他睡的苏龙 他脸上透着浓浓的疲惫 眼睫下是一圈浓重的轻影 他不错眼睛地盯着苏龙 看了好久 才离开视线 看向营帐内 地上摆放着水盆 眷帕 酒 要箱子 换洗下的衣物等等 真是轻力轻为 照顾了他一夜 周固又收回视线 继续看住苏龙 越看心里越欢喜 他真真实实地出现在自己面前 与他一起躺在床上 这在刘安王带着五万士兵 封了死亡谷对他们绞杀时 他是几次恍惚 以至于绝望时 都不敢想象 能够求得的圆满 他知道他太累了 想抱抱他 摸摸他 轻轻他 却怕把他饶醒 便一动不敢动 打约是他视线太强烈 本来以睡熟的苏龙有感 忽然睁开了眼睛 他眼睛默然睁开 正对住上周 顾看住他痴痴的视线 苏龙一乐 醒了 什么时候醒的 怎么不寒醒我 周顾嗓子沙哑 刚醒 苏龙才不幸 他利落地坐起身 下了床 为他倒了一杯清水 味道他嘴边 周顾张口慢慢喝下 才后知后觉地发现 嗓子前腾 喝下水后 果然好受了不少 还要吗 苏龙看住他发钱的唇 昨夜为了你好多次水 但你出汗太多 喝下些水 也不管太大用处 周顾点头 于是苏龙又给他倒了一杯 两杯水下肚 周顾说话顺畅了些 我睡了多久 不多 只一夜苏龙也没想到 他这么快就醒了 毕竟他这么重的伤 昏睡两日也是可能的 他问 饿不饿 让人给你送碗 小米粥来喝 周顾摇头 不饿 他看住苏龙 对他困难地伸手 想让你抱抱我 苏龙抿着嘴笑 行 这个容易 他立刻又重新躺回了床上 双手拢住他身子 将他严实地抱住 然后在他满足的眼神下 又低头轻他 周顾躲开 不要轻 我又不嫌弃你 苏龙看住他 不容拒绝地又轻了轻他 直到将人轻得薄唇红润 才放开他 周顾脸色本来退热后 又苍白起来 如今被苏龙这么一抱一轻 脸庞爬上红韵 苏龙看得高兴 小声贴在他耳边说 周四公子 风水轮流转 你以后每日养伤 都要做好被我欺负的准备 周顾 第596章忍不住 因果循环 报应不爽 周顾脑中蹦出这句话 一时间很是无言 苏龙埋在他颈窝处 闷声发笑 怎么不说话了 周顾无奈心想说什么呢 他那时欺负人时 也没想过有朝一日 会被他原封不动地欺负回来 苏龙又轻了轻他紧窝 将他轻得一哆嗦 他笑得更欢 怎么样 也让你体会一下 这甜蜜的负担 感觉如何 周顾嘴硬 挺好的 苏龙笑 是吗 周顾嗡了一声 苏龙便继续轻他 轻他唇 轻他脖梗 轻他喉结 轻他衣领扯乱露出来的肌肤 将他轻得呼吸紊乱 面色潮红 整个人都轻颤又紧绷 片刻后 周顾终于受不了 哑声喊 苏龙 苏龙不理他 周顾声音带着颤音 求你了 我错了 苏龙抬起头 对上周顾发红的眼尾 语气带着几分笑意 又情动地说 我昨夜给你擦洗了无数次身子 换了好几次衣裳 你前进得很 周顾咬牙 这是他前进不前进的事吗 这是他受不受得住的事 他伸手费力地按住苏龙的手 声音发软 语调几乎不成音 小七 你这样对我 我受不住的 苏龙无辜地看住他 当初我也跟你说 你这样对我 我受不住的 但你没听 周顾十分后悔 我真的错了 苏龙不打算放过他 又低头清他唇 堵住他那一句句惹人可怜的 我错了 周顾心口起伏 呼吸急促 片刻后 发出 撕得痛嬰 苏龙立刻停下 见他眼角一片水色 眼尾的红色伸得似乎要将自己烧着 他轻笑 你一动不动 哪里来得疼 我又没咬你周顾 看住他不说话 苏龙好笑 我当初也装疼来住 周顾差点绷不住面色的神色 苏龙伸手摸摸他的脸 软声软语 好了 不欺负你了 我就是让你知道 你当初有多过分 周顾也觉得自己当初不是人 心里 等恶念一惊放出 魔鬼出了牢笼 他那时看住他乖乖地躺在他面前 他是怎么都收不住手的 他小声说 我不是故意的 我那时是忍不住 不像他如今 是报复他恶作剧地欺负他 苏龙好笑 看住他硝烟的眸光 若太万分地躺在他的面前 这春色 他能收得住手 以时他动用了多么大的自制力 他不客气地伸手捏他的脸 揪起一块软肉 你怎么就知道我能忍得住 他叹气 撤回手 又低头亲了他两下 小声说 周顾 你这样子 我也是忍不住的 就想亲你 他离开些 我原谅你当初对我的所作所为 因为如今 我以身验证 觉得十分能理解你对我所做的 就是忍不住呢 也不想忍 周顾 他脸发红 身上的皮肤也处处发热 苏蓉舍不得递下了床 为他落下围蔓 然后对外喊 来人 有人走了进来 王女 收拾一下 打一盆清水 再端饭菜来 苏蓉吩咐 这人应识 不多时 营帐内被收拾前进 人走出去后 苏蓉先给自己镜面收拾了一番 然后又帮周顾镜面收拾了一番 周顾一直安安静静的 苏蓉怎么摆布 他都十分温顺 做完这些 有人送来饭菜 周顾伤得是右胳膊 但他左胳膊会用筷子 所以 苏蓉将他扶起来做好后 他不用他喂饭 便自己可以吃 吃完饭 周顾有了力气 才跟苏蓉说话 你是怎么从我身后来救的 苏蓉给 他解释 我怕正面攻打太单的时间 心急如焚 便从万刃山山崖的数千丈峭壁 带着暗卫 先移步进了死亡谷 留几名副将 从入谷口正面进攻 周顾恍然原来是这样 他认真地对苏蓉说 你救我可真及时 再晚一点 可就见不住他了 苏蓉也觉得自己幸好明智 放下筷子 握住他的手 不带任何的情欲挑逗 却是满腹温情 盯着他的眼睛说 以后不许冒险了 你不知道 我踏入难处后 当听到你如此冒险 我便知道大事不妙啊 周顾点头 再也不敢了 他也没想到 事情会发展到那的地步 真是上天无路 入地无门 脚天天不应 脚地地不灵 他心里不甘心极了 明明知道是绝路 但祈求上天多眷顾他一点 哪怕就一点也好 苏蓉松开他的手 轻轻抱住他 不是我不笑 但在我心里 当真是与从没见过的 亲生父亲相比 你最重要 周顾心头一热 小声说 这话可不能在岳父面前说 他心里会难受死的 他很爱岳母 也很爱你这一路上 我带着他东躲西藏 他半点儿怨言都没有 明明不喜欢吃羊肉 却捏着鼻子吃得香 苏蓉轻笑 也许他是真吃得香 周顾没忍住 也笑了 胸腹震动 让他真触动了伤口 疼得抽气 苏蓉连忙松开他 这回真伤口痛了吧 快躺下吧 他扶住他躺下 有些好气又好笑 你这岳父叫得到顺畅 这么长时间 可让你在他面前 好好收买人心了 周顾不敢再笑 弯住嘴角 心情极好 笨 他开始时 对我还很别扭 后来便越瞧我越顺眼了 我能感觉得出来 他是真承认了我这个女婿 苏蓉戳他脸 他若真对你挑三拣四 处处看不顺眼 我也不认他 你用不住讨好他 周顾笑 没刻意讨好 就是在见面时 分给他一半烤兔子 他问我为什么 不易整治都给他 我认真地跟他说 饿了我 你会心疼的 从那之后 他就给什么吃什么 给多少吃多少 更甚至 钱粮不够时 还让我多吃 自己打算少吃 用我的话反驳我 说饿坏了我 你心疼 他这个没见过面的父亲 可不敢跟我 抢在你心里的位置 自知抢不过 苏蓉好笑 性子挺好 人也通透 我这亲爹挺有趣的 怪不得我那谢伯伯输给他 不冤 第597章出事 南楚国一片乱象 南楚王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他缺点虽然一大堆 但是优点也十分明显 就拿他说不更明信 他一口答应 他说什么 他都痛快答应 看来 这个亲爹 还是能够相处的 一个爱女儿的亲爹 就该如此 在他的想象里 绝对不能比苏蓉差 苏蓉那个父亲做得好 对他快宠上天 从小到大 就没对他打骂过 哪怕他将他娘 生前住的暖香格 给烧成了灰 他一口气没上来 气晕过去 醒来后 指住他抖着手说 你干的好事 你就算烧我住的多福元 也不能烧你那暖香格 在大夫人要忍不住 对他动家法打他时 他一下子从床上蹦下来 拦住大夫人 说不能打 诱护着他 让他赶紧躲出去 再然后 自己低声下气 哄气的脸色铁青的大夫人 从小到大 江宁俊的苏家府宅里 所有的鸡飞狗跳 都是因为他 他一个人 趁得他那些姐姐们 一个个鼎鼎好 乖巧听话 很得大夫人满意 而苏旭 每逢想起暖香格 就想重建暖香格 但奈何 他有点儿银子 就会被他哄走 以至于 直到他离开江宁郡 苏家也一起搬家到江州 那暖香格再也没能建起来 彻底化为尘埃了 苏龙坐在床边 看住周顾 今日休整一日 让你们养养伤 我们再出发 反正不急 有空闲 你好好跟我说说 你来难处后的事 周顾看住他疲惫的脸 和黑眼圈 拉着他 不急 你躺下 好好睡一觉 等休息好了 我慢慢跟你说 行吧 我去告诉 凤铃一声 交代些话 你先睡 苏龙点头 周顾松开他 说了句号 苏龙出了营帐 对守在外面的暗卫问 凤铃呢 凤铃公子一夜没休息 如今还在忙暗卫 伸手一直在那边 苏龙探头去看 果然见远处一处营帐前 凤铃正在跟人交代事情 他缓步走过去 凤铃快困死了 一个人处理所有事情 一夜没能合眼 如今好不容易 差不多整顿完了 但又收到了暗卫的传书 说拦住夜归雪的五万兵马 带兵的人不是南宫营本人 而是南宫营的一位堂弟 南宫宇 此人与南宫营有七分项 他们得到消息有误 以为是南宫营本人 真正的南宫营 如今已被带着人 潜入王都的谢远给杀了 但代价很大 谢远带的人手都折了 而他本人 落在了大魏太子 埋藏在南楚王都的暗庄手里 如今大魏的暗庄 正准备将南宫营送往大魏 凤灵星都提起来了 怎么能让谢远 落在大魏太子元兆的手里 那岂不是成为人质了 别说他姐不干 就是他 都不能赢 他心下焦急烦躁 正琢磨着去找苏荣 却看到苏荣正好来找他了 他立即将信递给苏荣姐 你快看 谢先生出事了 苏荣立即接过信 看完后 脸色也变了 谢伯伯竟然潜入王都 去沙南宫营了 这怎么一个比一个胆子大 一个比一个更爱冒险 周固冒险也就罢了 他年少轻狂 但谢伯伯怎么会 他素来是个沉稳的人 喜欢谋定而厚动 教导他实意然 凤灵道 因我们一直赶路 几只飞鹰都分担了出去 传信不及时 方才我也才详细问了风月 问他可知此事 他说也是不久前才收到消息 一直护着四公子和王上 没来得及告诉咱们 原来在月前 四公子带着王上离开 搅动的南宫家 所有势力倾巢出洞 就连留在王都的南宫营 看中的嫡孙 十四岁的南宫征 也派了出去 谢先生便觉得 是入王都杀南宫营的好时机 于是 他就带着人潜入了王都 他叹气 谢先生筹备的充分 还真 让他得手了 姐您是知道的 南宫营是南楚重臣 是南宫家的祖主 杀了他 对您太有利了 南宫营怕是做梦都没有想到 会有人敢闯入王都 闯进南宫宅去杀他 所以 真让谢先生得手了 谢先生唯一没想到的 怕是大卫埋藏在南楚的暗庄 得了消息后 王都之地的大卫暗庄 悉数出洞 谢先生杀南宫营所带的人手 折进去七七八八 而他本人 抵不住大卫暗庄 被抓了 其实也不意外 苏荣敏纯 这消息是刚传来的 谁传来的 几日前的消息 五日前的消息 是婉娘传来的 他带着人 已追去救谢先生了 但他身边的人少 大多数人都给了风月 来保护姐夫和王上网 大卫埋在南楚的暗庄 应该数目不少 他不见得救的出来 只能为我们去救 争取扰乱拖延些时间 凤灵道 姐 我是不是立刻带着人去 苏荣当即做出决定 我们一起带着人去 他问 我父王可醒了 张运呢 他是否也醒了 状态如何 王上已醒了 张三公子也醒了 他们二人的状态还好 昨夜都发了热 一晚要下去 很快就退了烧 比姐夫让人省心 凤灵道 苏荣点头 我先去见父王 你去请三公子 去我父王的王帐 顿了顿 又道 算了 我先回去见周顾 跟他说一声 然后再去见我父王 凤灵点头 苏荣拿着信 快步回了自己营帐 见周顾已幼睡下 他昨夜烧了一夜 虽昏迷 但算不得睡好 身体虚弱又疲惫 很快睡下也正常 他舍不得喊醒他 但这么大的事 他与他要马上分开 又不能不亲口告诉他一声 只能来到床边 轻声喊他 周顾他一脸 喊了两声 周顾醒来 睁开眼睛 看住苏荣 见他蹲在床头 脸色不好 轻声问 怎么了 出了什么事 他一下子就猜到了 若非 出了事情 他不会喊醒他 苏荣对他简洁道 谢伯伯带着人去王都杀了南公义 被大卫的暗装拿下了 要带去大卫 我得立刻启程去救他 第598章 舍不得 周顾面色一变 他知道谢远是去了南楚王都 还是听风月说的 谢远做了他与张运想做的事情 但落在大卫暗装手里 自然不能让人将之带去大卫 他立刻说 扶我起来 你不能去 你的养伤 苏荣立刻说 周顾无奈 我知道我不能去 但我与你商议一番 你打算怎么去 苏荣伸手扶起他 给他拿了的靠枕 让他半靠住躺下 我与凤灵 带着所有暗卫 及五万骑兵 直接赶去大卫边境 最好在大卫暗装出南楚边境之前 将人结在南楚内 并救下周顾点头 谢伯父出事 是几日前的事 五日前 周顾 从万刃山到大卫边境 四千里 你带着五万骑兵 哪怕日夜兼程 终究人太多 路程上 多少会受些拖累 他琢磨到 岳父在西岭有五万兵马 不如请岳父传信 让五万兵马出西岭 在南楚通往大卫的 必经之地拦截 然后你同时 带着五万骑兵赶过去 兴许更把握些 苏荣眼睛一亮 这样甚好 提前传信 西岭的兵马 可以尽快动作起来 再让婉娘 直接与西岭的五万兵马 主将联系 两相联手 总能将人结在南楚内 他掏出帕子 擦擦周顾脸上的薄汗 你身体失血过多 太虚弱 是万万不能跟我去的 我走后 你好好养伤 今日也收到 叶龟雪的消息 拦住他的兵马 不是南宫颖 亲自带兵 而是他的堂弟 南宫羽 所以 这个人应该没那么厉害 叶龟雪应该对付得了 更何况还有秦若跟住他 秦若 周顾疑惑 就是前御史 终成秦元之子 秦鸾的兄长 拜托你关照秦鸾的人 我得知他有才 找太子讨要了人 特意去了一趟 大梁的流放之地 在采石场将他带了出来 苏龙长话短说 具体细情 以后再跟你说 周顾点头 苏龙道 刘安王的四万五千兵马 已被凤铃 在一夜之间内收鞭 融入了我的队伍里 我点五万骑兵走 其余四万五千兵马 你们休整一日后 去与叶龟雪和秦若会合 然后看看是去王东 还是去南楚边境 早先秦若提醒我 警方南宫家一族 眼看形势不妙 逃往大魏 而大魏太子袁赵 在南楚成兵五十万 我怕他趁机打进来 南宫尹竟然已死 等你与叶龟雪会合 便请叶相与我父亲 带少数兵马回王兜 其余兵马 包括我从大梁界的大批兵马 都赶往南楚边境 周顾知道 苏龙找大梁界兵之事 但还没来得及问他具体细情 短短时间 二人压根就没说别后的事 对他问 你找大梁 借了三十万兵马 笨苏龙三言 两语说了是老国公出的主意 然后又为他擦了擦脸上的汗 所以 如今我手里不缺兵马 你休整一日后 让人联络会合 发往南楚 行周顾点头 心里有了谱 不再多问了 只轻声道 快去吧小心些 他心里是万分舍不得的 毕竟刚见面 但谢远必须救 他对苏龙的重要性 毋庸置疑 苏龙点头 心里也舍不得 刚见面就分开 他又身受重伤 还没能好好照顾他呢 但长途快马奔波 他如今的身体根本受不住 他没法带着他 只能自己去 他伸手抱住他 低头倾他 好好养伤 好好喝药 不许落下病根 我将毕竟留下来照看你 不要 你带走周固摇头 我的暗卫中 也有人善意里 别忘了 我也懂些的 不等苏龙说话 周固堵住他的嘴 轻 他 听话你的身边 得带着善意的人 如今我这里 不会再有什么危险 苏龙被他轻的说不出来话 答应下来 行 行吧 周固放开他 苏龙看住他道 大批兵马有江竹 张茂 宁泽等人戴着 还有我师姐沈医也在军中 投靠我的张大夫医术厉害 你与他们会合后 让张大夫仔细帮你调理身体 不许丈主年轻 不当回事 不许落下病根 知道周固小生说 我一定爱惜自己身体 将来还要与你生女儿呢 为何是女儿 苏龙问 周固道 女儿好 香香的 软软的 像你一样 苏龙笑 儿子也好的 你又不臭 不等周固说话 他笑着又轻他 柔声说 儿子女儿都要我们大婚后就要 我走了 周固摁了一声 紧紧握了一下他的手 缓缓松开 苏龙直起身 揉了一把他的脸 只见榴莲处是浓浓不舍 转身出了营帐 周固目送他走出营帐 帘子落下 看不到身影 他无奈地常常叹了口气 想着必须尽快养好伤 人还没走 他就已经很想很想了 真恨不得跟去 偏偏走不了 苏龙出了营帐 回头看了一眼 顿了顿 转身去了南楚王的王帐 南楚王的王帐内 张运以游人扶着 等在那里 两人早已听凤灵说了 谢远杀了南宫 引落到大卫暗庄手里之事 南楚王也有些急了 一定不能让大卫的人带走他 他以前 对 谢远 真是极度死了 如今这极度早已消耗空了 当得知真敏郡主至此都念着他 他心下触动极了 这些年谢远对苏龙的教导之恩 陪伴之恩 或者他成长之恩 真是一事一辅 他嘴上不说 但心里是十分感激感谢的 他想着 谢远也一定不能有什么事 否则 苏龙怕是会伤心死 所以在苏龙找来之前 他早已撑着伤势 写好了一封书信 待他找来后 不等他开口 便已将信于五万兵马的虎符递给他 西岭五万兵马的将领叫成云 是我做太子时前提的一名护卫 后来他家里犯了事 得罪了南宫家 我保下了他 以假死脱身 与夜巷一起策划 将他派去了西岭 他也不负所望 五年来 在西岭为我暗中招募兵马 豢养训练兵马 这五万 是精兵我与周固被南宫征追杀时 没能走到西岭 没用上 如今正好 你可以用来就谢远 第五百九十九章机动 苏龙接过信函和虎符 看中南楚王点头 南楚王又说 务必小心些 大魏太子袁赵 在南楚边境 陈兵五十万 不知周固可与你说了 南宫颖那嫡孙南宫征 年仅十四 却十分得了 自把我们逼入战独林后 他便没再亲自带住人追杀我们 而是不知去了哪里 周固与张运猜测 说不定是去大魏 见袁赵借兵了 若是他得知南宫颖 被谢远杀死的消息 一定会让人杀谢远而后快 绝对不会让谢远活着南宫 征十分敬重祖父南宫颖 他虽然兴许是去大魏 找太子袁赵借兵 但与大魏也不会做到真正一心 对大魏太子袁赵来说 得了谢远 可以威胁苏蓉 对大魏太有利了 但对于南宫征来说 他只想杀了谢远 为祖父报仇 所以 在这一点上 南宫征与大魏太子袁赵 做不到达成一致 但无论如何 谢远落在他们谁的手里 都不会有好果子吃 苏蓉汗手 父王放心 南楚王伸手想拍拍苏蓉肩膀 给他几分安慰 但终究没伸出去 顿了顿 伸手入怀 给苏蓉一块令牌 和一张薄薄的折起来的牛皮纸 这是姑的令牌 南宫家即便是大 但南宫也已死 你可以名正言顺 拔除南宫家的势力 这张纸 是我安插在南宫家的暗装 周顾带着我一路走来 因南宫家势力太大 没有用上 但你如今不同 应该有用 可以戴姑执行王令 苏蓉点头 接过令牌和这张薄薄 他折起的牛皮纸 伸手抱了他一下 我走后 您还是听周顾与张运的 南楚王被女儿抱住 顿时激动地语无伦次 好 好 我 我一定听他们的话 苏蓉放开他 看向张运 好好养伤 该交代的话 我已交代给周顾了 你们商量着来 张运点头 王 女放心 若非他受伤也重 他也想跟住去 毕竟他身边得用的人 一路走来 只剩下一个凤铃了 还好有个凤铃 张运嘱咐 王女一定保护好自己 谢先生能救出来最好 就不出来 谢先生定然也不会 想你以自己的命 换他的命 摁苏蓉伸手拍拍他肩膀 我走了 他走出王帐 凤铃已将五万骑兵点好 苏蓉翻身上马 带着暗卫们与五万兵马 离开了万人山 南楚王与张运让人扶着走出王帐 便看到了苏蓉带着队伍匆匆离开的身影 南楚王目送队伍彻底消失在谷口 扭头跟张运激动地说 你刚刚看见了吗 我女儿抱我了 张运点头 看到了南楚王激动不已他 竟然抱我了 张运看住他 南楚王若不是重伤 他想原地转圈 想蹦跶两下 甚至围着军营一边跑一边高喊 广而告知这个事情 他喜极而泣 他竟然抱我了 抱我了呢 张运见他太过激动 连忙说 以后日子长得很 王女不止抱您一下 以后还会与您多的是时间长处 您也别太激动了 激动太过 遇养伤不利 南楚王点头 对对 他告诉我 一定要活得久些 不能比苏旭那个父亲 养大他的时间少时间久了 就什么都有了他 慢慢平复激动的情绪 要想长命百岁 就是要切记大喜大悲 我以后一定修身养性 没错 将来王女与周兄有了孩子 您还可以含一弄孙张运给南楚王花大饼 南楚王连连点头 问问问 我一定努力 张运笑 心下感慨 王上真是一个有意思的人 也是一个好父亲 王女真是一个幸运的人 无论是养父 还是生父 抑或教导他如师如赋的谢伯父 都极好不像他 有那样的父亲 最终 还要他来亲手了结聂元 以报母仇 南楚王回到王丈 回味女儿的拥抱 心里依旧很开心 连觉也不睡了 张运也睡不住 索性去找周固 几座营帐本就不远 他游人扶着来到周固的营帐 对里面喊了一声 周兄 近来苏隆离开后 周固没了睡意 自然也没睡下 张运进了营帐 见他躺在床上 睁着眼睛 不知道在想什么 便对他问 周兄 你身体感觉如何 你是来问我 要 不要赶路 周固扭头对他问 张运汉手 虽然王女说 我们最好是休整一日 但我想着 我们坐在马车里 慢慢行军 也能养伤 至于士兵们 昨夜已休整了一夜 今日再休息半日 半日后 周兄身体若是觉得无大碍 受得住 不如半日后 我们就启程 前往凤鸣岭左右两百里地 也不太远到了凤鸣岭 可以尽快帮一二公子 解决南公寓和五万兵马 好 我能受得住 听你的 就这样安排周固倒 张运点头 看住他 见他无精打采 笑问 舍不得王女 周固呛他一眼 想着他 这不是废话吗 他都不用回答 刚见面 就分开 怎么能不想 他昨天晚上 怎么就昏迷了一夜呢 今早也没能多 跟他说几句话 哎 早知道 他欺负他 他就让他再欺负一会儿了 饭都可以不吃的 张运好笑 至于吗 王女带了五万兵马走 咱们与叶二公子会合后 与他商议便带着兵马 去南楚与大卫边境 用不了多久 也能见到更何况 如今这生死大劫 都被咱们给渡过去了 以后还有什么 太过冒险的事吗 你与王女 以后日子常住呢 周固摇头 你不懂 我怎么就不懂啊 难道我说的不对 张运看住他 自认为说的十分有道理 没有未婚妻的人 也没有喜欢的人 你是不懂得周固十分扎心地说 张运 他就不该来宽慰他 真是有未婚妻 好了不起 有喜欢的人 好了不起 你别不服气周固 一日不见 如隔三秋 你怎么能懂 张运 不想跟他说话了 立刻示意扶住他的人起身 直接走出了他的营帐 第六百章万安侯 苏荣离开万刃山后 将南楚王写好的信函 绑在飞鹰的腿上 传信给婉娘 让他派人到西岭 钓南楚王饲养的 五万西岭兵马 速速拦截大卫暗装 又派了一半暗卫 叫五万兵马脚城快 先一步出发 提前前往大卫边境 五万骑兵 走最近的路 也要半个月 苏荣虽然心急如焚 但也没法子 只能指望成云 见到南楚王的信 能够拦截住大卫暗装 南宫颖被杀 引起了整个南楚王都震动 谁也没想到 南宫颖在自己的府邸 竟然被人杀了 不止朝臣们想不到 南宫家的所有人也想不到 王后南宫星也更没有想到 南宫星听到南宫家 入宫报丧的消息后 十分震惊 整个人猛了许久 才难以置信的问报信的人 你说什么 他的兄长 被人杀了 在自己的府邸被杀了 这也太可笑了吧 南宫家的遗族支掌 把持整个南宫家 多少年了 自南宫颖十五岁 接手南宫家事务 至今三十余年 说句不好听的话 南楚王被人杀了 都比他被人杀了来的 要让人可信得多 报信的人哭丧住脸 依附天塌了的表情 王后娘娘 是真的 侯爷真被人杀了 那杀了侯爷的贼子 带了大批的杀手 足有数百人 不知何时摸进了王东 在昨夜此时候 翻墙摸进了府邸 那时侯爷正在看真公子的信 府中的护卫呢 兄长的暗卫呢 南宫新问 报信的人又强调 那人带的杀手足有数百人 暗卫都派出去了 侯爷身为的暗卫 所剩无几 府中护卫虽然也有数百人 但是那些人十分厉害 且有人善用毒暗器 侯爷是先中了一剑 那剑没伤到致命处 但偏偏有一只毒镖 伤到了侯爷 那毒霸道得很 不足一炷香 便毒入心脉 那批人也注视恶毒 足足于府中的护卫 纠缠了许久 直到确定侯爷毒发身亡 才撤走 南宫新怒喝 荒谬 报信的人垂下头 王后娘娘 如今家里乱作一团 侯爷被杀 阁房二老爷被侯爷派出去领兵了 郑公子也早已出京 三大公子也一直在外 如今京中家里没有主事人了 老夫人和夫人们悲痛地昏了过去 贼人逍遥法外去了 您看 南宫新沉着脸 你先回去 本宫这就回府 报信的人应了一声 出了王宫 南宫新立刻吩咐人摆嫁 南楚王不在王宫 他也不需要跟谁请示 换作以前 他也是想回家醒亲 就回家醒亲 但是他基本上懒得回去 毕竟 他也不想听家里人说 他这个王后空有百舍 楚容为了嫣如真 不宠心自己王宫的女人 他又有什么法子 楚容不踏进后宫 谁能压了他去 他毕竟是南楚王 南宫家只要一日不返 就不会明的做这种压了王上事 况且 他还要脸 这么多年 他的兄长不是没带着人 明里暗里的逼迫 只就差没压着人了 请王上繁衍子嗣 带有什么用 楚容浑浑噩噩 连南楚江山都不想要了 谁又能奈何得了他 不过他也真没想到 燕如真竟然假死脱身 为他生了一个女儿 他在得到消息后 本著将人巧无声息杀了的打算 只派出了人 没告知兄长 后来一年又一年过去 他发现杀不了那小丫头时 自己也不知基于什么心理 没找兄长和家里求助 大概是他不想楚容当真绝后 这真是个笑话了 他当年喜欢楚容 对他一片痴心 但他喜欢上燕如真 为他甚至不惜 亲整个南楚国相助大梁 先王还在 先王在位期间 对整个南楚把控在手 南宫家那时也没有如今是大 南宫家是在燕如真死后 先王驾崩 楚容登基后浑浑噩噩那十年 势力做大的 他当年以为 楚容在燕如真死后 愿意娶她为后 总有一日 他能忘了燕如真 但没想到 他只是不想让朝臣们 为了立后那妃之事 烦他 只是为了堵住朝臣们的嘴 只是为了安抚住南宫家 和朝臣们 才立后那妃 但是他压根就不踏入后宫 他一片痴心 也在日复一日的消磨中 被磨得所剩无几了 他有时候看住楚容 都觉得他可怜 但又想到 他可怜楚容 谁来可怜他 他好歹还有一个女儿 他有什么 但若说不甘心 这么多年过来 他好像也没有了 剩下的只有麻木 楚容走出王宫 两个多月了 他不知他是死是活 他若死了 活该 若活 那真是他命大 车年很快就准备好 南宫心乘车出了王宫 走出宫门 回到侯府 南宫心看住 万安侯府的牌匾 想着当初楚容给他兄长分万安侯 这万安两字 让他兄长十分满意 他兄长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连夜乡都得退后半步 但如今 他却就这么被人在他自己的万安侯府 被人杀死了 他素来自负 怕是到死都没想到 他自己会是这个司法 竟然会有人赶来他自己家杀他 府内哭声一片 十分凄惨惊惊 门口停的马车 拉出了两条街的长龙 大带都是不敢相信 前来确认的朝臣们 总要多来亲眼看看 才能让人相信这个事实 南宫心下了马车 一路往府内走 很快就来到了灵堂 灵堂为了无数人 南宫影的尸体没有装观 而是平放在灵堂内的单台上 因他生前还没有给自己准备棺木 府中只有给老夫人早已备好的棺木 但老夫人听闻消息后 晕过去了 至今昏迷不醒 得询问过老夫人后 看看是否先挪用他的棺木 否则 现去置办 一时之间也难以找到最好的 所以 南宫心回府后 便看到了这样的情形 无数朝臣都围在灵堂 都已确认 这就是南宫侯爷本人 他真的被人闯进府中杀死了 死去的出人意料 所有人都没想到 到底是亲兄长 岂能如此停放在这里 让人人都来赏两眼 他的尸体南宫心来到后 看到乱成一团的侯府 脸色发寒 当即怒吓地吩咐人 去把老夫人的棺木抬出来 请长兄入关